安全圖的裡面 他對新陸路那邊 他要騎過來戴轉區 他還要逆向對這個安全圖進去 這樣你想有可能 結果我們的警察 是美在這個健康路三棟這個地方 在這裡開庭 新陸路要兩段式 他還要逆向進去 因為這個戴轉區 現在照片這個Google 他這是通俗出來 這是求俗力 這是求的關係 所以我請主席 我們安排一個時間請市長跟局長 交通局長跟警察局長 我們要用歐洲外來騎看看 好嗎 拜託一下 謝謝李議員 我想請相關單位 還有議會這邊安排一下時間 市長日理萬機 我看這個就不用市長去了 交通局 如果不像警察局長 交通局長 要過來一下 你們只要開庭而已 你們問題不要改善不要改善 千錯萬錯都是人民的錯 好來第二點 這個市府告有求平請 剛才韓書告沒有付薪水 有我們的路規劃問題 我請台肺以上路動部調處 因為局長 這個民進黨 過去我們衝動的精神 我們的理想 像市長過去也和我們的路感朋友 大家共同怕街頭 共同打拼 所以既然我們台南市沒辦法改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來領請高明 這個主席請你做一個財閣 是不是等你議員你全部發言員 我們來做參試 好 好 還知道齁 這個請停在這個門口 睡醒起來的時候 不知道去用頭還是去用脫去 這個春節已經嚴重到市民的生存關億 我請台肺 郭基 在郎島的門口 這個主席 像說中西區因為離脫掉中 很近 星遊 又星鋼 一本萬里 大家救苦連天 雖然我在暗兵區來說 但是我們很多暗兵區的市民 都在中西區 實在說我聽到時還是非常艱苦 所以我如果請 我本來今天是要叫這個協助 因為協助說是警察指揮的 警察說是協助指揮的 所以我今天本來是要請協助 來到議會的時候 來接受我們的一個質疑 我跟你說 我掌握我們議會裡面的人研究 因為這有勘承你們的關於 議務的一個關於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運作是可以的 我跟你說 我們議會運作是去感動的這個管理 所以我如果請台肺 這個菜市 會做一個掛基 就是說在郎島的門口 我們不可以拖一 哪有這個在郎島的門口 在拖車的呢 我們要做生理 做到三間半 車滾在門口 這樣結果一早起來去用拖去 六七點而已就去用拖去 困難起來說車怎麼開不去 原來不是去用拖去是用拖去 所以那個 我這個 建議我們台肺炎 做一個掛基就是說 在郎島的門口不可以拖掉 還知道這個要拖掉的時候 要請求日本 想像要有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這裡可以來自行這個拖掉 好 還知道這個房屋水有請求這個郵電 雙氣的民間 已經在民間 一直在拖 當然 這個 這個民間一直一直一直在說這個事情 這在這裡的時候我要請問市長 是怎麼 你的標準是兩千空一年以後設計的房子加稅 你這個標準是怎麼來的 你今年可能說兩千空一年以後的設計的房子加稅 那如果這樣的時候你明年你是不是跟我說一千九百九十五年 我哪要再加稅 後年的時候你再跟我說一千九百九十年的時候還要再加稅 好 我們就說你們法要加就要加嗎 好 不用經過議會 會心差嗎 動議嗎 好 好 我還問這個 我們政府局 說是心家寶 感謝他 把我們求情 市長 心家寶感謝他 客氣他 你如果是廢掉 這種無路應的單位 本社的單位 把它廢掉 我們一年我們得到的先超過五百億 十年一百年的辦公室我們也有夠 今天我們政府 我們無力去改善 那些天文所理照顧敵定促軍 一些米糖 一些吃台灣人 喝台灣米喝台灣水 領臺灣的高官風露 不做事情 不做工作的人 你不去改善 你一個人 你就是要去儲民 要把人民蓋水 你今天你如果說 你有改善 你有培力 我全部的水金 我全部的財產 我給你也沒關係 但是你不做聯合的事情 我跟你說 你不把人民 加1.5人的水 我們絕對分控告底 所以等一下我請市長 沾對這個辦公室的這個部分 你如果要說明一下 還有一個改善 這個 6.1的做生五期 到處鹽水 我建議這個 文兵路關友的相反 這個當然要做不做 這個水利局 民國 但是呢 這個五期 很簡單嘛 這是天大地大的笑話 你溫和四塊 你們當勁人的鹽水 如果這樣 你說抵水做得多好 怎麼有人要相信 溫和四塊你們當 這樣就在我們家的門口而已 我眼睛金金 看我的處在鹽水 你這種品質 你還有民主 還要把我們加水 所以 那個水利局長 我建議說 這個測溝 因為我們 文兵路 建兵路 南北岸都有太岸 連後 我們當西鄉 這個測溝 我們要全面的連接 連後 這個道路的測溝 有沒有連接 測溝有沒有連接到 這個道路的湘海 要有每一條都連接 這樣好嗎 這我跟你們講一四人 講得到匠事 你們還沒做 所以 淹水 我就改割 拜託一下 憑教長 不可以放任 放任 訪言 當教材 這個 我們 市立的高中 所用的立書課本 台下都是說 經濟快樂選援 台湾幾人都說 這個 給習近平的 教理共識 提供做法律的基礎 因為我們做給他 他在2000幾十幾年 他對美國國文部講過 開樂選援 就是國際法 我們參加過開樂會議 中街這個日記 六十五跟秋吉祖的講話 好定了解的課文 這種課文 必須要拿到 要不然違反修飾 最愛學生的受到的官員 又是海西台灣 政府 這個第一 中街這個開樂會議 日記的記載 他向六十五說 提起平台萬州 台平 但是 沒有說到 留守有同意 第二 開樂會議之後 留守回美國路邊飛沿 標示 只標示說 有含中街這個討論 並沒有標示他同意 第三 已經五五年 立委成立秋吉祖的 在國會搭訓 鼓勢開樂選援 跟台灣交給中國的這個講法 這點 有王朝夕開樂會議 日記記載來 作證 他說 在開樂會議 能夠關隊跟台灣交給中國 堅持由日本放棄 但是呢 一九四九年 六月到十二月 這個正式的鼓勢 日記 講到 在中國都門 不及遷台 蓋控美國干涉或反對 不承認台北為我國領土等等 憲使開樂選援台灣 貴行中國是雞尾 用雞尾 教育的一台 跟八十月動作教材 是天大笑的 飛鐵條不可 所以 這個 我希望說 我們台南市市長 這個事情 本來我想說 這個 我們的董伯林菩薩 我可以來佔作 我們來 台南市的營養 但是董伯林菩薩 好好比台下曬老了 因為大家 衝腳很不爽快 我希望說 這個 我們八十月的教材 我只能跟我們平碰說 我們台南市 我們六市長 我們市府的團隊 我們市政府的教育局 我們為了台灣 來做了一件 保護台灣 喀保台灣 將歷史 皇冠金雄 這個 對我們的驚孫 有一個交代 我希望說 我們的教育局 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這個 市政的國中 和我們所有的國中的 這個歷史的課本 這個中間 可以來做一個 這樣的 競爭 把政客的這種教育 給我們一代 好 這樣 是不是市長請你回答一下 好 感謝李議員 你剛才說的這個教材部分 台南市政府的行為 教育部 當時我們會 發負行為 我們這個教育局的公司 當時呢 我們可以 像我們台南市市經 高中 看到怎麼 我們李議員所提出的資料 送給老師參考 好 第二項 這個 鹽水的問題 你這次騎的是馬路 因為我們的 那個測溝 設計的容量 本來就不夠 所以如果短時 強降雨 就是這種情形 你剛才要要求的 希望測溝 那個 雨水下水道 應該要通 這個我們會請 水利局來 來那個調查 來處理 來解決 你剛剛講的那個交通 交通那個違規罰款的部分 我會請這個交通局長 還有警察局局長 一起陪同 李議員到現場去會堪 那至於拖車的問題 我們有七大違規 才會拖車啦 這部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重複 好 講完的時候 就是說併排嘛 那個有立即危險嘛 所以你拖車 你還是要在這樣子 那個原則之下來 執行才對 怎麼變成說 所以不 所以世界無人 有國家說 用民間來拖掉的嘛 那個李議員 如果啦齁 他如果 他像你說的 他行李做到三個沒半 早上六七點 你聽我講 早上六七點起來 應該不至於被拖走了 因為我們拖車是十點 晚上十點之後 就沒有再拖了 那個七點 早上七點 就開始拖了 市長可能這樣就不知道啊 沒有啦 我知道 但是你剛才說到六點多 起來的時候 六點 七點多 七點多 你像說 那個很多 你如果說單一毆發 有時候我們可能我還沒有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所以那個交通局長 下午的話 我們就請拖掉業者來 還有那個我們交通局警察局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問警察局的時候 警察局說 那就是那個拖車機費的啊 那就是為了幾個我們就一行啊 結果我問拖車的時候 警察局機費的啊 那個市長是不是說 如果請你 請你 請你沾對這個房屋水問題 你面責回答一下 因為現在民間 摸摸摸 摸摸 摸太豐富了 這個壓力也對我們家來啦 所以我今天也希望說 你做這個機會 要講清楚一下 這房屋水 最主要是 因為房屋單價的調整 所以屬性嘛 就是要蓋嘛 所以你就清楚說 我就是 房屋水 我就是照那個 這個 媒體報的就是要蓋這樣 你就是這樣說嘛 就是要這個房屋稅是 明年開始會調整 這個是確定的 我們已經 相較其他直轄市已經晚了兩年了 另外 我們這次盡量 能夠 最 就是說在法定的期限內 我們以最不影響民眾的原則來進行這樣 但是現在人家說 你要去打沒有1.2倍啊 我已經說很久了 沒有這個事情嘛 沒有這個事情齁 議員 你的時間已經超過很久了 市長沒有這個事情的時候齁 你要 澄清啊 我到底講多少 那個請市政府發新聞稿澄清 謝謝 接下來 好啊那個那個主席 來耍樓 你已經超過很多了 不要計較啦 來 耍樓千 那個 有關剛剛李議員建議的 有關除工的問題 是不是 應該要移送勞動部 請 會後勞工局先到 先跟本會做一個報告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齁 交大會處理 來請李維英議員 時間也是十分鐘 好 主席沒有聲音 喂 好 謝謝主席 我想我今天你們也是一樣 要來跟我們市府探討 其實市區的淫水 當然沒有幾乎有淫水 這個難免 因為就像市長剛才所說的 最近這個天氣的異常 所以常常有這種強盪 強降雨 還是這個瞬間雨量 這個很大的情形 沒有辦法排水 不過我想要跟市長還有秘書長 還有我們幹部局跟水利局 還有我們民政局長這個報告 我們在市區有幾個地方 除了進行跟大家報告 原理的部分 原理的部分 因為我們水利局很認真 我相信工廠做了 應該就是減輕淫水的問題 本來就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公英五階的部分 剛才大家有看到這個上面 在這幾天的大學 我們的公英五階 這個南區的公英五階 大概都是這個情形 都這個淫水 淫到這個 汽車的地盤的這個地方 所以要特別拜託我們的市長和秘書長 其實這個問題 困擾地方十多年了 那是有機會 可以來改善 不好意思 下一位 這個落後的一陣子 我跟這個當地的理長 許智雄 許理長 特別連續幾天都有去觀察 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公英五階 積水的原因 就是因為 所有的附近的水流 全部都靠在公英五階 跟這個公英一階 七十七項的這個部分 這原因是因為 這個公英一階七十七項 公英五階的這個部分 它的那個案管 它要過馬路的時候 它要接到七十九項 它的斷面 並它的斷面的因素 所以它的水流 沒有辦法很順利的 連接到這個公英 公英一階七十七十九項的部分 沒有辦法後續再連接到 中華南路一段七十五項的 這個湘海的一個部分 所以要特別拜託 我們的這個市府 那是可以 拜託幹部局 這個案勾的部分 除了要做案管 接案管 然後還要打通 兩側的側溝 因為這方面的這個四周 有的水流量 確實不足 這個書局長 能有機會 這樣經過公訴 並公 這才150萬左右 敢是有機會 在近年多的訊息來進行 拜託 已經等十幾年了 150萬塊 可以讓我們公訴 可以把這四周圍的這個櫻水問題改善 謝謝李議員 這邊櫻水 有些櫻水 可能這個不夠 還是連通館不夠 這已經 市長秘書長有支持 就是說 我們叫水利局做一條一條 要檢討 這條是你們水利局的 我們每次問水利局 水利局說你們的 你們就說水利局的 那到底是誰的 他是巷弄的側鉤 可是 公所哪有這150萬 可以幫你們做巷弄的側鉤 的拓款 目前就是說 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要答應解決 我們會去檢討 你會去檢討 什麼時候要做 檢討十幾年了 檢討要改善 我們會隨便改善 去年也有 去年也有把你們拿出報告 我們這邊大概 如果落這幾天 就變成這樣 對 這邊大概水利局 通計起來大概大概 大概有六十 至少有六十五個儲 六十五個儲 我們這要排在幾個月 我們這 我們真的這六十五個 一條一條一條 一條一條 要檢討 比較少 連通管不夠 還是這個七九要尊 好啦 你現在一天 給我來看好嗎 好 我也有那個水流的狀況 那個啦 這樣你就會比較清楚 市長 李宇遠 現在我已經責成公務局跟水利局 就這一次 路段還有淹水的部分做一個檢討 那我們可以在今年 用今年的預算或明年的預算 就一起來把它解決 因為還是他們比較專門啦 公務局跟水利局一起去看 他們怎麼處理他們會比較專門 好 那再拜託市長 這個部分在拜託會後 公務局跟水利局 可以跟我來看 這樣你們可能會比較清楚 我也有那個水流的狀況 這樣你們可能會比較清楚 說到底淹水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 這個社會局 劉淑惠局長 主委局長你 對這個 既年到前 已經來超過一年多了 我不知道這一年多 你有沒有 對於 這個你的業務上 或政策的推動上 你有感覺 什麼是比較特別 還是對到我們台南市社會 福利有更進一步的作為 你有認為說你這一年來 有做到 做到什麼樣的政策 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 拿出來給大家報告 好 議員 早安 感謝議員 我想我很重視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低收 中低收 弱勢的家庭 所以說幾幾年開始 我就很重視說 沒有通過這些低收 中低收的民眾的關懷 所以我們社會局 特別沾對 譬如說 今年的年齣 今年的年齣 我們這幾千年 兩千幾年 無通過的 中低收的 我們都 一一的再去 看望他們 去跟他們關懷 並且社會局 這個民間的主委 隨時來跟他們 好民間的支援 我想 這個局長 剛才特別提到 希望小屋 局長 你特別提到 資源整合的部分 那我想就教於局長 過去在局長任職之前 這個台南市政府 推動了五年的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一個政策 當時候推動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政策 主要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 就是因為台南縣市剛合併 即便至今 能有許多地方 有城鄉差距的產生 所以在福利提供上的不均衡 不平衡 第二個部分 是因為 這個困苦的家庭 他可能會面對多樣的這個因素 比方說他可能遇到的是經濟的困難 有時候遇到的是家暴的問題 有時候是婦女受暴的問題 有時候是小朋友的問題 有時候是長照的問題 可是我在日前 聽聞說局長 竟然要把 不好意思下一頁 其他縣市 不好意思下一頁 可不可以給我下一頁 其他縣市 都在努力擴充點 努力增加功能 我們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原本 在所有的六都裡面 有七個點 雖然七個點 雖然不能說是前幾名 也不能說最後一名 但是他大概是一個 可以維持一個均衡的狀況 因為再加上我們兩個 這個原本在台南縣 跟原本在台南市的社會局 所以總共會有九個點 那每個縣市政府 我舉六都來說 高雄市有14個 桃園市有13個 他們都有10個以上 台中市雖然有九個 今年要增設五個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裡面 有剛才局長所說的 在關心經濟弱勢的社區的社工 有防止兒少跟婦女暴力的 家暴的社工 還有長照的社工 把他們契約在不一樣的中心裡面 讓民眾要去出的他們的社工 可以方便 可以讓這些社工 回到辦公室的社工 可以跟其他的同事 討論相關的問題 結果你在日常 說要把七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社工 把他們只有留社區的經濟福利的社工 留在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裡面 把家暴的社工 長照的社工 全部撤回社會局 然後花大錢去整修社會福利中心 這樣怎麼會對 花大錢是中央的錢 對 中央的錢也是納稅錢啊 中央的計畫 這樣怎麼對 那個議員 這樣怎麼對 那我問你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嗎 沒有回頭路 那為什麼要把其他的 其實台北市 新北市 他們都是集中上班的 尤其是家房的部分 都是集中上班的 因為集中上班 他們長照的部分 也是分在其他的社工嘛 不好意思議員 我知道您關心這個議題 局長那你是不是說 過去的五年來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所做的政策 的確那個 都是錯誤的 不是錯誤的 但是功能的確沒有無好的發揮 你不能用這種極權式的概念 去進行社會福利 再給一分鐘 功能並沒有擴充啊 你的 那如果你要留社區的社工 在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那請問 你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 經濟弱色功能 會有比公所還要近嗎 沒有嘛 對了我留的不是經濟的 你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而且經濟的不是只有靠 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社工 那你這樣直接把社工 編去公所不就好了嗎 由最近公所的部分 局長 局長你們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沒有認真的去跟地方做資源的連結 沒有認真的去開聯繫匯報 然後去宣導登格樂的業務 您關心的是家庭暴力防治的社工 我關心的不只是家庭 我沒有要關 你不要曲解我的用意 局長 是 家暴中心的社工去哪上班 我不管 但是 你社會福利城鄉差距的提供上 你根本是在走回頭路啊 我們沒有走回頭路 我們只是在落實 謝謝李維英議員 接下來我們要請陸美琪議員 時間10分鐘 陸議員請 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要來為我們一些 深藏的朋友們請命 這個是那個外縣市的市藏朋友 來我們台南市為了導盲犬要募款 然後啊因為他們要外縣市的當然要住宿嘛 然後啊 來下一位 他住宿遇到了困難 因為飯店不給他的導盲犬入住 把他當作寵物要給他趕走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欸 觀光局局長 這個部分我覺得業者的部分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加強宣導啊 因為導盲犬他真的是市藏朋友身體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業者不應該把他當作寵物的一部分 是 非常謝謝陸議員 有機會讓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一天好像是在現場的時候 並沒有說明 所以的確旅館的現場 在第一時間以為他是寵物 那後來他說不是 他是導盲犬 後他們就立即讓他入住 而且房間也升等 而且也讓導盲犬入住 而且同時之後我們就立刻展開一波 包括寒趣也包括跟大家在訓練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導盲犬這個觀念一定要讓大家入住 所以這個旅館業者後來還有提供很多的服務 所以當後來他們就很順利的解決了 導盲犬也沒有問題 而且所有的旅館現在也都知道 導盲犬的入住是不可以拒絕的 所以非常謝謝議員有這個機會這邊做宣導 那我們也一再的跟旅館業者說明 導盲犬部分就是 視同入住旅客的一部分 請不可以拒絕他們的入住 那他們已經都非常清楚 那如果有任何的案例也麻煩讓我們知道 我們會立刻解決 不管在什麼時間我們都會立即聯繫 讓他可以讓導盲犬入住 好 謝謝局長 這個我真的要求你要加強 宣導跟教導 讓這些業者知道說導盲犬 真的是我們身上朋友的一部分 千萬不要讓他們 讓他們再遇到這種困擾 而且他們是外縣市來我們台南市的 對 那天的溝通是出了 對 我以為我們台南市一直 視稱我們是幸福城市 有善的城市 對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 好好的對待我們這些身上的朋友 好你請坐 謝謝 然後下一個呢 我要來為我們 也是身上朋友來請命 因為其實我們台南市 來 下一個 並沒有所謂的 大型的富康巴士的租借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有的大型的富康巴士 都是在北部跟中部 南部其實幾乎都沒有 所以之前有一些身上 外國的身上朋友 來我們這邊要辦一些活動 他們要租車到台北去 那很麻煩 那是不是 張局長 有機會啊 因為我們其實滴滴版公車 它其實也有設置所謂的殘障車位 那像這樣的遊覽車 其實只要我們願意去申請 我想我們的中壓是可以補助的 那是請我們的台南客運的業者 也可以去申請這樣的一個車子 來服務我們這樣的身上朋友 因為他們其實有很多活動出門都要推輪椅 那推輪椅其實真的很不方便 那一般的遊覽車根本沒有辦法放輪椅 那這個部分就變成他們很大的困擾 每次要辦活動都要去台北租借 而且費用都幾乎都是double了 而且還不定借油 因為他們都會以北部服務為主 南部要借真的都要好久之前才借得到 我簡單跟議員報報一下 希望局長是不是爭取一下 我應該叫做大型的富康巴士 富康巴士它是有特定用途 其實它這個是身上朋友的遊覽車 應該不叫富康巴士 因為富康巴士就是社會福利的一環 那這部分我們會請業者來檢討 看哪個業者願意投資 投資這種大型的有身上朋友 比較多的身上朋友可以使用的遊覽車 我們來跟業者來探討這樣 你說對它是大型的身上 因為它北部都有嘛 那其實我們南部 它只到了彰化之後 我們後面這邊的縣市其實都沒有 這樣的所謂的車子 客運公司的車子是不能跑外縣市了 一定要遊覽車了 可是他們都有做啊 我們都可以去申請啊 一定要有人投資 對那這個就拜託局長 你努力一下好不好 我們會來跟業者來探討一下 好讓我們這些身上朋友 真的要出門也方便 我們也來爭取一下 對他們來講 有時候真的有一些活動 然後要去做城市交流的話 其實對他們真的很不方便 那這個部分請局長 幫我們這些身上業者來爭取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的 我們這樣的大巴士 可以讓他們出入方便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要來拜託 當局長啦 幸福的城市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計程車司機 有一個友善的空間 我所謂的友善空間是 來下一頁 我們現在齁 是五都六都了啦 這個是台北市跟台中市 其實他們都有給提供計程車司機 中午用餐的時間 可以在我們的不管是停車格 或是我們的公有的停車空間 給他們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 現在齁 我實在拖拖拖拖拖得很嚴重 不要說警察司機 我們民眾要停就很難停 啊 啊計程車司機其實也很辛苦啦 啊因為其實其他縣市 有這樣做 我覺得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啦齁 是不是可以開放我們的公共空間 就是用餐的時間 可以免費讓我們這些問獎朋友們 有一個一個小時的時間 吃飯的時間可以免費在那個停車口停車啦 這個部分齁是不是交通局可以研議一下 這我們來研究一下 討論一下 目前現在我跟議員報告 目前兵配廠他現在有這個空間啦 但是老實說不多啦 然後我們會來全盤 也跟那個計程車的相關團體 我們一起來討論 像路邊的停車格 我相信停一個一個小時吃個飯 其實是真的 我們是可以幫忙的啦 如果這個就這個部分 應該是還研議的空間蠻大的 這我們來討論 我們再來討論看看是不是可以 給我們這些問獎朋友 有一個友善的空間 讓他們可以中午吃飯的時候可以很方便這樣 好 謝謝張局長 來 下一頁 這幾天 這幾個禮拜齁 其實一直有這樣的狀況齁 就是我們的馬路吃人啦 吃車啦齁 來 下一頁 這個是長榮路 長榮路這裡其實齁 已經不只發生過一次囉 那其實最近 下一頁 最近其實都是這樣的狀況齁 彭局長 我知道齁 長榮路下面那裡是香寒啦 那其實我也知道說最近的雨量很大 然後有可能是掏空了 可是啊我發現這樣的狀況其實很頻繁 那就這個部分啊是不是 就是我們局裡面有沒有辦法做一個 就是全面的檢測 是不是這樣的陸基掏空的狀況很嚴重 那到底要怎麼去處理後續 不要常常有這樣的狀況其實 我不曉得這樣可不可以申請國賠啊 跟鹿議員這邊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長榮路會開那個香寒 因為我們都有去做開孔檢視 還有去做種種 因為這個香寒已經是三十多年 比較老舊的香寒 所以我們已經有開始邊經費已經發包 就是長榮路的香寒正在做這個修補了 跟這個改善 那我們就是希望就是說這一段 還沒有做到的這個部分 我們整個再去做一個完整的改善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發包了 那我們是希望說在最近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改善 那希望就是說這個不用再 不會再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這個陸基掏空這個部分 其實在東區還蠻多地方發生的 你這樣從山路那邊也有 而且那個窟窿都很深很深 因為這個都是比較 來 本居長李秘書長 這個你最專業的科目 本居長你請做一個報告 那針對像長榮路這個是老舊香寒 那像剛剛你提到那個安平另外一個是玉坪路 後來有查證 昨天開挖查證是自來水管爆裂 那麼它的大量自來水流出以後 把泥沙帶到這個下水道裡面 那造成這個掏空 所以每個地方的原因都有不同 那但是我們會針對 特別是有老舊香寒 或者是曾經發生過頻率比較 發生過有比較高危險性的路段 那我們會用這個類似透地雷達方式 先檢查看看有沒有空洞 那麼來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這個請我們秘書長 就是這個部分加強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的舊社區 我們原有的台南市的地方 其實車流量很多 然後人口出入很多 然後這樣的老舊的香寒其實也很多 那希望你們可以全面的 把這些老舊香寒的部分 都是可以做一個大方向的一個檢查 不要常常再有這樣子陸基塌陷 造成用路輪的安全危險 的事情發生好不好 也跟原員在說明 特別是有一些老舊香寒 常年泡在這個水中 而且我們台南靠近海邊 所以那個水是有鹹分 那它的鋼筋很容易有鏽石 這個部分我們會針對老舊香寒 再做一些體驗 好 您請坐 謝謝 吳局長 我想要問一下 人和工業區解除 重化相關的問題 那其實它是一個 屬於四期重化區 早期變更為都市 它是中度密集住宅區 那現在有重新再重化 才能建築啊 這是怎麼一回事 簡單說就是 民國八十三年的時候 原來市政府是希望 改變成一般主題區 但是那個過程中 並沒有考慮到有些工場 其他還在經營 所以後來又同意人 紛紮去做中衛 但是中衛到後來變成 再幾一分鐘 越後面的部分就越難重化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東區通檢裡面 就針對這些 已經難以重化的部分 我們再把它做一個詳細的檢討 也讓他們工廠 還願意生產的繼續生產 但是願意變更的改用 回饋土地或代金的方式 來解決他們現在 卡在這個變與不變之間 動彈不得的問題 那所以 希望透過這回 都沒有辦法檢討 改管這個已經閒置 這是二十年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次通盤檢討裡面 你們有把這個列入在裡面 有 而且都訂出詳細的辦法 那目前 這是附近的居民的反應 是 當然有人希望 通常是說 回饋低一點 或是代金計算低一點 那這點我們 可以職好 就是包括 他們的地區已經 調整和 公共地區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這一點 就不再做加成 來減少它 謝謝陸議員 接下來由 王錦德議員和林怡錦議員聯合 時間共用 一共二十分鐘 兩位議員請 謝謝主席 我想我首先 要針對 上個星期的這個端午連假 那確實是一個強降雨 那可是這樣的強降雨 我們來看我們 過去 在我的選區永康新市 最會淹水的地方 這一次 非常明顯的顯著改善 這其實 這個很多的居民 都覺得這一次的強降雨 他們事先都以為 啊 過去那種淹水的經驗 還要倒回來 結果這一次 確實很明顯 很不一樣 那 整個永康過去會淹水的地方 這一次 都沒有淹 那 過去淹水最嚴重的地方 永康 向大灣地區 昆山里附近 也都是在 一個小時之內 就完全消退喔 所以 針對這一點 永康新市的整個淹水狀況 這一次有顯著的改善 我要代表市民 呃 向市府說聲謝謝 那 很明顯 這個就是因為 市長在這六年來 經費的挹注 永康 花了 至少 將近二十五億 新市 也花了近三億 所以 兩個地區 加起來 就近三十億的經費 投注在這裡 治水 三十億 其實是可以 蓋兩座的 亞太棒球村 所以這樣的一個經費喔 挹注在永康的治水 可能我們看不到平常 顯著的建設 可是確實 在遇到這種強降雨 這種超大豪雨的時候 我們健康市民 新市市市民 這些所有的財產安全 得到最大的保障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強降雨的經驗 確實是讓我體認到市長這六年來 對於治水的用心 另外 我想也要提到 就是 在這樣子我總質詢的時候 也有提到這個 圍灌大樓 期待說市政府要協助 圍灌大樓兩兆的意願 一個就是 希望協議分割 希望協議分割 就是希望另屁新生活 希望趕快把他的地賣掉 然後另屁新生活的受災戶 離開這個地方 另外一兆 就是希望在原地能重建 能盡速恢復災前的生活 這樣子的兩兆的意願 現在市政府 我上次總質詢 請市政府一定要兩兆 全力協助 那目前 市政府也有跟他們 再進一步的做溝通的會議 那聽兩兆現在的說法 其實都非常 對市政府目前的協助 都採取非常滿意的態度 那當然也期待市政府 再繼續努力 讓 能協議分割的部分 那讓 要想要離開的這些受災戶 可以盡速 趕快拿到 應有的這個補助 然後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願意重建的受災戶 市政府一定要 全力幫忙 因為願意在原地重建的受災戶 這條路還很長遠 那期待我們市政府 市政府 市長這邊 全力幫我們倒下手 讓這個災難 可以這樣子 化為這個 烏有 然後讓災前生活 恢復平靜的生活 我想 再來 再來我要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南鐵地下化的事情 很遺憾的在前天 南鐵地下化的這個 都委會的審議大會 沒有 做成決議 那所以這個都計的變更 很明顯是 又要再一次延宕這個時間 可是我相信 這個新政府的智慧 它應該很清楚 這個行政院的核定版本 這個南鐵地下化的核定版 是行政院核定的 所以基於這個都市計劃整個的變更 我相信新政府的這個智慧 一定能克服這樣的一個難題 那也能協助 來讓我們都市計劃變更成功 那所以我想 南鐵地下化這件事情 當然 現在是卡在時間的關係 總是 我相信是市政府 登記以來的路面 還可以來 走到這個街燈 那我也要向市政府加油打氣 就說期待市政府不要氣餒 那繼續在這條路上 這個所謂正確的道路上繼續行走 那我想 其實在這個事件上 我身為一個 學生時代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 那而後也參與很多的社會運動 包括環保運動、勞工運動 所以 這樣一個出身的政治工作者 其實我遭受到很多這一次 對於反對 這一次我們行政院 核定版的南鐵地下化 這些社會運動者 其實我遭受到很多的批判跟質疑 無論在社群網路上 或者在一些的對話上 可是 我很堅持告訴他們 我在這裡要斬定截點告訴他們 我就是支持南鐵地下化 我就是支持行政院版本 為什麼 因為我看見市政府窮盡一切手段 努力在照顧這個受財戶 我也看到 絕對多數的利害關係人 是認同這件事情 是體諒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 市政府的勞力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我們看見我們來 所以我想這一次 即便 我很多在很多網路上 被受批判 說我是市府傳聲筒 失去了過去 走社會運動 那種批判的精神 對沒錯 民意代表是監督市政 可是在對 就於對的政策上面 我覺得在這裡 還是要斬丁截鐵 跟大家說 就於對的政策 我們一定要 全力支持 因為這是全台南市民有所交代 那南鐵地下化很明顯 是行政院 核定的重大交通政策 所以這個行政院是否決定的 整個決定權 其實在行政院 那我們市政府其實 只是負責在執行 所謂的土地徵收 這樣執行的執行者 那況且 這是都市計畫要編更的 所謂的土地 徵收土地全部都是道路用地 那所以 它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當然完全存在 那我想 我們很快的看過 這個公益性跟必要性 我想這兩點 也是現在所謂的反行政院 核定版的這些社會運動 他們反對的 他們一直質疑說 我們今天南鐵地下化這個版本 沒有必要性 沒有公益性 我想這個必要性公益性 看這兩張圖 我想就一目了然 我特別強調必要性的部分 這個必要性的部分 跟所謂的他們提出的 徵用土地 這個所謂臨時鬼案的這樣一個版本 其實兩兆相比 行政院核定版就是 行政院核定版就是 比所謂的臨時鬼版好太多 為什麼好太多 因為他們的版本很多東西都不可行 第一個 徵用土地多 第二個拆遷戶數多 第三個 古蹟影響大 施工風險高 土地風和 都市風和差 工程期間長 營建成本高 光是這幾點 我們就可以明顯的看出 這個行政院核定版 是 優於 臨時鬼案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不需要來支持這個 比較好的版本 來要快來時間 要快來去 來讓我們這個 這個藍鐵地下化 可以趕快成功 讓全台南市民 期盼二十幾年的地下化的工程 可以看到成果 那所以我想 在這個部分 基於公益性 基於必要性 所以本席 全力支持 南鐵地下化 那為什麼會全力支持 台南地下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真的深切期盼 這個南鐵地下化 可以延伸到永康啊 原本 是因為在台南縣市 還沒有合併之前 原台南市政府 極力向中央爭取的 鐵路地下化 拍板定案 可是原台南縣 因為行政的阻隔 行政區域的阻隔 所以原台南縣沒有被核准 可是 和縣市合併之後 整個的地區發展 完全不一樣 永康 真的沒有被核准 東區發展賣 所以 核准 東區 可以鐵路地下化 英康真的 必須要鐵路地下化 所以 在英康鐵路地下化的部分 我真的想想說 如果原市區能趕快的施做 趕快的施工 那我們永康的鐵路地下化 才有希望啊 所以整體的永康市民 其實是非常的期待 原市區的有的地下化 趕快施工 趕快看到曙光 如此一來 我們爭取繼續 北沿永康鐵路地下化的機會 才會有 那我還在這裡再簡單的重申 為什麼 北沿永康鐵路地下化 會那麼重要 永康的發展 現在泡銷基地正在簽建 泡銷基地這一塊 大台南綠都心 是未來永康發展的關鍵 可是這個發展關鍵 跟北是受到鐵路的阻隔 未來泡銷大道要連接鎮南山路 如果沒有地下化 一定要高架連結 一個黃金地段 要向北沿連接 就要再高架橋 高架連結 這是一個發展好的地方嗎 另外 我們現在的測測道 讓大家很讚許 從仁德到中山南路 測測道非常方便 讓永康整個大台南市的交通 做了很大的疏解 不過可以做到中山南路 為什麼 中山南路在往北延伸 還是遇到鐵路啊 有沒有看到便道高架化的 有沒有看到便道高架化的 所以會因為這樣停制規劃 便道頂多只能做到中正路 或者就現在中山南路而已 解決這個毒瘤 唯一一個方案 一個解藥 就只有所謂的鐵路地下化 才能解開這個 所以要拜託市長 在這一次齁 你市長任內還有兩年多一點 要拜託市長 鐵路地下化 北延永康這件事情 要拜託你的臨來 一定要把行政儀來正處 希望在你的臨來裡面 行政儀可以來核定成功 你有信心嗎 好 好 謝謝林議員的支持 剛才說了 敵水是台南市政府的實情 優先的工作 其實也是林議員 這順的重點 我非常感謝這幾年來 在北延台南市政府 共同敵水 每一邊去英空 都可以看到你的支持 你也遭到各種的機會 反應英空英水的情形 我們這次已經有一些辛苦 我們也可以跟市民交代 未來台南市政府會繼續抵水 第二就是維冠大樓 開始接受我們林議員的建議 所以我們市政府拆出雙軌制 目前兩方面 都很堅定市政府這種做法 未來我們繼續再做 再一次來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問題 第三就是鐵路地下化 是我們台南市二十幾年來 所政策的重大建設 不論當路人的困難 被打破 我都會攻擊 我都會生長 我都會去解決 政策 所以我們在台南市鐵路地下化 如果能夠趕快來露室的時候 英空這裡我會繼續政策 我有信心 把我們鐵路地下化 可以研究英空這裡來 我們經過新青岸 已經算到九龍報期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 目前遇上的岸 還沒定岸 所以英空也沒辦法 所以你不議員說了 沒有不對 我們只能扔一個黨工 我們就有這個主樓 要求九龍報 趕快來露室英空這個部分 我們共同打拚 我有信心來完成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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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問我們剛才是局長 那個鐵馬電台 到現在 前年到後面幾歲 目前的進度 麻煩我們 鐵馬電台大概在 這幾年已經露露燒燒燒燒 都麻煩 目前 央廣已經把土地 以後回到文化堡 我們對 薇德勝導演 一直希望 這個地方來動作拍片 還有未來 行見營成的期待 我們過期後 下去去照相 但因為 兩天 第一,薇德 現在另外一張 要籌錢的小片 已經先拍完了 然後 今年準備要上映 他是打算 這個 上映以後 就準備來進行這個 在鐵馬電台這邊拍片的事情 所以場地的部分 我們會來協助他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他來拍片以後 能夠爭取到更好的招商機會 我們過期努力 雖然不太成功 但是我們希望 賺你打拚的時候 我們繼續來 我們再推動一下 讓這塊 以前的面積多大 他的面積多大 他的面積多大 他的面積差不多有32個 全部都讓做做 沒有,他還有八公圈 做有時候可以做自紅池 當然可以搭配在整個規劃裡面 整個規劃裡面 一起做 對對對 有 可以做休閒的規劃嗎 當然 因為他的概念 不是一個全然商業設施 他不是一個商業設施 他是一個以議文 活動 還有包含這個休閒的部分 都一起整體做結合 整個多久會好 大概 我們就是 其實我們的都市計畫的變更 其實已經到內政部了 當然到時候內政部審議的時候 我們會跟文化部再繼續討論 當然最好是希望說 藉由這個拍片 能夠吸引更多投資者的注意 那來參與這樣一個案子的一個投標 讓這個地方可以轉型來做這個 是,我們地方的期待 很高 也希望我們剛才 我們會跟文化局一起來努力 謝謝 再來我要問我們教育局 就是我們這個亞太棒球村 現在已經幾歲了嗎 我包 是 幾歲來用 我現在要請教 就是說 在那個 去年四月十五 我有 找我們這個 公務局跟教育局 討論就是說 這個 棒球跟雷球 是否可以共用 是 未來幾歲 是不是朝向多功能的 使用的球場在幾歲 請教長您報告一下 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幾歲 我們是 在那個 掃棒球場 在一個 足球場 以外 掃棒 有一個足球場 還有一個副球場 那當然原則上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棒球村的開發 所以呢 是以這個棒球為主體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要多功能運用 我們也是樂觀其成的 因為這個 中所在那裡 可以讓更多的人來營 這是最好的 另外市長也只是 請我們那個 教育球場這邊 也要去找這個 中所來 增加一些 讓我們年輕朋友 或是學生 不管是打社區棒球 或者是社區累球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的場地 那最近呢 我們體育處跟秘書室 也都在各地呢 在找尋相關的場地 希望能夠 來增設一些 讓我們一些年輕朋友 可以使用的 運動的這個場所 這樣 是 現在就是說 有確定 我們這個 掃棒的副球場 可以 附帶一樣 棒球場 可以使用嗎 對 王議員 我告訴你 因為掃棒本身 就可以打壘球 壘球的打牆線比較遠 壘球的打牆線比較遠 但是我們那個 國際棒總的時候 他們是接受說 掃棒球場 也能夠 自然是可以啊 對 可以啊 所以這部分 有朝這個方向規劃嗎 對 有朝這個方向 謝謝 因為阿南區 現在有 三四十隊的壘球隊 現在因為 這陣子 亞太棒球村 在改建 他們以前是 對這個壘球場 改造掃棒的 跟棒球場 所以為了一些中所 他們就不能去使用 但是我們 我們說的 可能不一樣 你說的是一般 我們民眾在打 這是成立的球隊 但是 我們這個可能是比賽中隊 比賽中隊 所以你如果說社區民眾要打 我們可能還要另外找 對 有一個副廚場 來讓一個 壘球比賽中隊 壘球比賽 正式的比賽中隊 正式的比賽 是 你如果說社區 大家在打休憲的 我們可能還要另外找 對 另外找 剛才我們局長說 還要另外找 對 也拜託局長 積極 因為已經在當中 一些球場的使用 都不夠了 對 球場的使用 場地很欠 好 謝謝議員 對 希望我們局長 希望經費 我反而是 向配偶室 體育署那邊去爭取 對 我們找到這個 土地之後 就是 我們就會爭取 就是一部分是體育署的 這個補助 一部分是我們市預算 來這個負擔這樣子 因為我們現在也很多學校一定地 對 目前很多校一定地 目前是沒有那個 還正好 還是興建的案 這個我們有盤點過 已經有學校一定地 我想 我希望 朝這個方向去找 然後去開發 是 我們的需要也要研究 好 謝謝議員 這點也要請局長 比較費心一點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謝謝兩位議員 那接下來請 曾王雅言 您議員 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本來是覺得說 在這個醫師殿堂 應該是都來說 市政問題 應該是不可以在這裡說叔叔 但是我在5月24號 質詢完 我用很多的時間 來說明 這個議長會選案 跟我的關係 跟陳青 想不到市長 下了議會之後 很迫不及待的 開機家會 我本來以為是市長 你要回應我 總質詢 提出這個市政的 這個建議意見的一個問題的回答 結果你不是 你是在用這個 總之 你先坐下 你是在用這個時間 用開記者會 來說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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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開除是因為 我沒有簽那三章 同意書 是沒錯的 但是 裁決書裡頭 並沒有說 我沒有公開量票 這是不對的 這個我要糾正你 第二 我等一下 我來說明 我順這個機會 也仔細來說明 民進黨 中央黨部的 這個中評會 就是 看了 顏存左送去的 所謂 這個錄影彈 認定 我有量票啊 只是 曾如 陳仲彥說的 要開除五個人 是已經 確定了一個 一個案子的 是不能翻案的 所以只好 用我沒有簽那三章 開除我的啊 那關於簽這三章 同意書 我也來做一個說明 顏存左從我出國到回國 從來沒有用任何方式 傳遞這個三章 同意書 不管是傳真 Email LINE 或是郵寄 或是親自拿給我簽 完全都沒有 我怎麼簽 而且市長你還親口跟我講說 沒簽沒關係 好 這個事情就算了 好 我們來看 第一章 第一章 這是鍾平惠的一個裁決書 我發生這件事情 我也沒有急得去解釋 也沒有急得去撇清 我總是覺得 一定要等司法全部都一個定案 我們才來做一個說明 這就是我5月24號要講的事情 然後 你看看 鍾平惠寫得非常清楚第二章 我怕市長你看不到 所以給他放大 哪裏 寫得很清楚啊 開除我是因為沒有簽這三章 承諾書 或是同意書啊 沒有寫我沒有公開亮票啊 是不是這樣子 我真的很懷疑 市長你為什麼要問你要試聽 你真的看不懂嗎 不可能 當市長不可能 看工人能力這麼差 好 然後你趕快找找看 哪裡有寫 我沒有公開亮票 來開除我的 沒有 如果有寫 我辭掉議員 那沒寫 你要不要吃掉 市長呢 對不對 你趕快找 來 我可以回應嗎 等一下我會讓你回應 你不要那麼急 第二 你在記者會說 地檢署不能證明 我的票是投給誰 地檢署大家都知道 地檢署不是在證明 誰把票投給誰啊 他是在證明說 不起訴我 我跟會選案無關 我沒有收錢 也沒有賣票 在證明這一點啊 你怎麼要用這個來混淆視聽呢 對不對 地檢署不是在做一件事情的啊 好 不管是 中評會的裁決書 或是地檢署的不起訴書 這兩項 都在證明 我不是因為沒有電票 也在證明 我沒有收費 這件事情 這兩張公文 我要講這些事情 都是有評有據 我才敢在議會 電堂來講的 這兩張公文 都是鐵證 好 那 市長 你 來說說看 那我哪裡 對不起我的選民啊 好 您知道齁 我 還有您是 同意說齁 因為這個議事聽嘛 對啊 應該要說事情有關係啦 所以我才用八分鐘去講 所以你上一道中七順的時候 去講六東來的事情 我有沒有用四十幾分鐘去講市政 你有沒有回應市政 你沒有 你只是回應我個人的部分 但是因為你 有交代主席說 沒有要給我時間嘛 因為你交代主席說 你交代主席說 你沒有要給我時間回應 所以我自己要講的話題還沒講完 所以 你時間刷了之後 我要回應 也沒辦法 所以我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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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為什麼不要針對市政 那第二呢 就是說齁 我覺得你這種方法齁 實在是不好啦 你的方法比較好嘛 沒有啦 你說你的話之後 你又不要給我公開講 然後又讓市民聽到片面指數 我覺得這對 那會叫片面指數 對民進黨不公平 請你我講給全錯 我這次我就講給全錯 你說第一 你讓開圖當作是因為 你沒有簽三張以外 你也沒有亮票啦 我有亮票啊 為什麼他 裁決書來 請你看看 裁決書不寫就說你沒有亮票 沒有代表你有亮票啦 其他的 其他的 榮壓就是這樣 你哪有的下來 你去看看 其他四個人被開除的是什麼樣的 裁決書 你去看看啦 你看錄影帶就知道說 你有沒有亮票 就是因為看那個錄影帶 你有亮票沒有亮票 才不敢開除我沒有亮票的 所以裁決書很清楚 錄影帶看得很清楚 市長你在講話要有評有趣 我在講都是有評有趣 連白紙黑字 誰這麼清楚 你就要在這裡坐 對 你這次是說因為中兵費 無聲就說你沒有亮票嘛 這兵沒有代表說你真的有亮票 對啊 你有亮票沒有亮票 你本人知道 而且錄影帶 錄影帶也看得很清楚 他們就是看你的錄影帶 所以才沒有寫我沒有亮票吧 全場監控 對不對 才寫 才沒有寫我沒有亮票的 包括監票人說你沒有亮票 我們也從錄影帶看到你沒有亮票 來看嘛 他們就是看到年代 有看到我亮票啊 你這個是一個畫面 這是你講的 那也是你講的啊 兩個監票人都說你沒有亮票 監票人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亮票 不是因為中評委沒有寫到 就代表你有亮票 我有亮票 那他為什麼不寫呢 兩個監票人說你沒有亮票 監票也有可能 錄影帶也沒有看到你亮票 那中評委就要寫上去啊 我跟你說啦 民進黨沒有對不去你 我也沒有對不去民進黨 是你對不去民進黨 對不去在乎你的 另外 袁春佐 袁春佐這個主委 在你回國之後 他有去找你 你罵了人家多久 你說他沒有找你簽 有找我啊 沒有拿給我簽啊 你剛剛說的喔 我沒有罵他 我沒有罵他 是他的片面之詞 你可以說看看 我只是紀理力爭 你可以問他看看 我只是紀理力爭 說 要初選 他沒有打電話給你 沒有寄給你 沒有Line給你 他親自去找你 你都不簽了 是我打電話給他的 我回來 我打電話給他 他跟賴美惠議員到你那邊去 他沒有拿給我簽 我怎麼簽 都完全沒有拿到那三張 你們不要聯合起來說謊 你就片面 說人家沒有打電話給你 沒有Line給你 沒有這個寄給你 就證明說 你想簽沒有辦法簽 有證據你們可以 只要是有通年 你自己問問看 只要 只要是有傳證 有Line都會有證據留下來 現在的科技非常的發達 你回來到 到你投票有多少時間 你如果要簽 你沒有辦法簽嗎 你當議員 所以我才叫他來簽的啊 還得要人家拿給你嗎 市長 你完全沒有在地現場 你為什麼今天要講這種話呢 我怎麼 你有憑我去嗎 所有的事情 我都有掌握 你怎麼掌握 今天你如果不在議會講 我也不會講 都是 都是他們講的 我也不會在地方上講你什麼事情 但是你如果敢公開 我怎麼不敢公開 我當然是有憑我去 我才敢公開 好 你這樣子 講完了吧 好 你說我沒有 我沒有量票 他要寫啊 為什麼不敢寫 表示我有量票 我跟你講喔 這跟地檢署一樣啦 對你不起訴 是因為他查不到金流 他沒有辦法因此就證明說你有投票 你也沒有被起訴啊 那你也是有受懷疑嗎 對啊 也查不到金流啊 我本來坦蕩 對啊 我也是坦蕩蕩啊 怎麼你不起訴 就你就是坦蕩蕩 我不起訴就沒有查到金流 為什麼是有兩種標準 昨天喔 李全叫個人買票 他汙蔑我 我為什麼要買票 他怎麼有汙蔑你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買票 那他汙蔑你跟我什麼事情 我意思是說 你有看到 你不可以汙蔑別人啊 他汙蔑你你都覺得難過 再給一分鐘 你就在汙蔑我嘛 民進黨也沒有汙蔑你 就有汙蔑 民進黨很清楚在證明我 我不是因為沒量票 你不要再狡辯了 白紙黑字你都可以這樣公然說謊 你都可以這樣公然說謊 你今天喔 利用議會質詢時間 講這種事情就不應該 就對不起選民了啦 我跟你講 你本來我本來不提的 是你要開記者 我今天讓你說 總質詢 總質詢的時候你提出來啊 市長你非常的矛盾 我不跟你 我不讓你講 你說你沒機會講 然後我今天讓你講 你說不應該講 你是台南市議員 我當然是台南市議員 但是這也是公共領域啊 結果 你在議會總質詢寶貴的時間 來講黨內的事情 而且你片面講 不讓我回應 啊現在不是回應啊 那你沒有任何的證據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會開記者會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接受你這種方式 市長 你不要再狡辯了 我講這兩個都是有憑有據的公文 請你把看公文的能力提升 如果連看公文的能力都 好謝謝曾王議員 接下來請陳金鐘議員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今天本期呢 要來跟我們市府團隊 揮揮揮 來跟我們市府團隊 來探討一下 我們台南市未來的曼哈頓 就是平時營區呢 整個的一個作業的一個情形 首先的話我想要請教公務局 那個 我們 三支六十二十米道路 什麼時候完工 就是這一 什麼時候會完工 下一段是我們公務局負責的 那一段大概在這個十月到十二月之間 就會完工 目前已經在施工中了 在十二月會完工 大概十月左右 確定喔 不會再地延 因為整個地延的話 對於 後甲地區 的這個 這個商家的影響蠻大的 OK齁 可以 大概在 現在在十月到十二月之間會完工 好 因為 建東街的這個商家 從我們這個平時營區 的開始施工 對他們的整個的生計 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那 之前呢 也感謝我們這個地震局 本席的一個爭取 有開了一個便道 這是從凱旋便道 然後到建東街來 那 當時呢 還是有進度很多的波折 有很多人反對 說只有一個月 結果呢 還是半年 公務局局長請坐 那現在呢 你們又要把這個 凱旋便道呢 又要把它封閉 那 封閉的時間的話 要將近一連喔 那對於整個建東街的一個住戶 就是商家的影響相當的大 這個部分的話 局長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其實這一個 我們 這個 眷村的這一個部分 可能施工要到明年六月才能完工 但是 榮民醫院旁邊這條路大概 二月就可以就可以完工了 榮民醫院的這一個部分 如果說 公務局這條路 如果能夠直接接到榮民醫院旁邊這條道路 就可以直接接到小東路那邊 因為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便道通通把它封起來齁 時間 超過一點齁 對於這個整個 建東街的這個商家 影響相當的大齁 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請市長也能夠給他考量一下齁 要不要分段分區 降低齁 對建東街這個商家的這個影響 可以不可以這樣子 這個特別考量一下 我會請地震局 還有相關的局處 來做進一步的這個研究 看怎麼樣來解決這樣 因為把他的傷害降到最低 不然的話他們苦啊齁 對他們整個的 這個商家的影響相當大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拜託 我會請他們來研究 因為這個牽涉到專業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辦法 在這裡跟你講說 看可以或不可以 就請他們去研究這樣 我還是希望地震局 能夠用積極的精神 因為之前的話 我就有碰過了齁 之前那個地震局的局長 就是很協助 所以才有這個變道的這個開通齁 那這一次呢 他們你們又來了 又說要把他封起來 然後又講了很多的一個理由 說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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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你們 如果用積極的態度的話 是可以突破的 然後看要怎麼分區 要怎麼分分齁 然後把這個整個的一個商家的一個影響 降到最低好嗎 因為報告陳議員 當然如果說分段去處理 可能恭喜會再加長 這一段的這一段的這一段的路 等於說其實 整個的延期已經至少延了半年多 因為建設的拆遷 那如果說我們在考量恭喜的情況之下 看能不能再 這個部分再來 做部分的處理 我們再來評估看看 我想恭喜你們本來就已經 就是延宕了啦 剛才你談到嘛 至少已經超過半年了 那你如果 未來把它封起來 你們講的是八個月 我看不只可能是超過一點以上 這個部分對他們影響太大了 所以你們要用積極的態度 來解決這個問題好嗎 我們來評估看看 因為其實有包括說 在施工期間 這個車輛經過的安全性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來考量 一個是便利性 另外一個是安全性 我想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在申請這個便道的時候 就有談過 那時候局長不是你 是另外一個局長 那我想他是用積極的態度 就有辦法來促成這種東西 拜託 我想拜託市長 這個部分我想就談到這裡 來 來 再下一張 再來 我想 平石雲區 的一個施工以後 這個 造成 這個 魚龍路 還有中華東路的一個塞車 那塞車的話 我想這整個的舊社區的話 我們可能 在整個道路的規劃上 應該要再進一步去瞭解 是不是有拓寬的一個必要 那我以這個 魚龍路621項這個項口 來看 你看看 我不知道相關的觀點 你們應該去看一下 這個地方常常打結 交通局不知道有沒有去瞭解 這個部分的話 真的是一進來 就是打結 因為這裡面如果 這裡有一部車的話 這邊就沒有辦法轉進來 沒有辦法轉進來的話 你看看 這邊 這裡有一個那個 耗製燈 還有一個什麼 變電 變電箱 都影響到整個 車輛的一個出路 在這邊 那我不知道這邊是不是 既定道路 應該是 不然的話 商家不可能把這個土地空出來 所以 我想要請教 我們 交通局 這個部分 要怎麼來處理 議員我們到現場去看一下 因為這個 看起來是 配電箱 所以要 這個是配電箱 這個是配電箱 前面是你們的耗製燈 整個在 前面就打結 這個部分 我們在現場看一下 看怎麼解 如果這個是 道路用地 我想要請相關的單位 把這邊清空 你們這個 要往這邊來移 我想這個 兩個 車子 就能夠廢車 可以不可以這樣子 你們要現場 可以看一下相關單位 議員我們安排時間 去現場看一下 好 這個部分我想要拜託一下 因為 這樣子的話 會影響到 整個這個 育榮路的一個交通 這個影響相當大 好 那就拜託一下 謝謝 好 再來 我想 舊社區 裡面的道路 真的是非常的狹小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要請我們市府的團隊 一定要去現場看一下 那本市呢 建議這個 建東街四三項 應該要先開闢 這個已經是一個計畫道路 計畫道路 那如果開闢 本來是開闢到這邊 這個是從中華東路進來 到這邊來 那後來這邊沒有開闢 這個到建東街這邊來 那這邊的話 只有一個車子能夠過 兩個車就不能廢車了 那地震局這邊 那邊有辦法處理嗎 有了解嗎 還是公務局信建科 公務局 這次跟公務局好了 這條道路 計畫道路是八米 八米 那在 因為它本來就是在舊社區裡面 可以說是先有房子在畫這個道路 那在台南市這一類的案子是還很多 所以我們還是要估 大概蓋估它的這個經費 列入評估 請請教一下市長 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可以優先考量把它透寬 我想對整個的交通是相當有關 那那個空間有讓出來嗎 那個空間 它那個空間 我去現場看 那現在老舊巷弄 你都還要再拆房子 它這是一個小部分而已 小部分就是這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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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話 都要拚命 都沒有啦 我想像我們來交通一下 應該他們會帶來 另外再看一下 因為我想附近的居民 他們都滿期盼的 希望能夠 現在目前是幾米 幾米寬 目前就 公局目前是屬於幾米 應該是差不多四米而已 要偷寬到八米 八米 其實他們這個本來就是計畫道路 所有的居民他們都了解 所以他們已經本來就有退了 好 我請公務局去看一下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能夠下個年度 優先老邊的一算 第一個就是看拆遷的難易度 第二個看經費 看要花多少這樣 好 再給你回答 因為議會很多議員 都有建議要開闢道路 好 所以未來我們在評估的時候 會一起討論 效益比較大的排在前面 好 謝謝 那另外我要請教一下 那個重毀市場 那個公有市場 目前到底是 的進度是怎麼樣 因為 攤商一直 沒有辦法給他們一個答案 說什麼時候他們可以去 進駐營業 謝謝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重毀市場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已經同意他 就是已經完成主要 那另外建築物的部分 我們也同意說 再給一分鐘 將來蓋建築物的部分 我們市政府也同意說 用市政府的名義讓他去申請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等那個重毀市場 他們有組一個這個協會 用協會的名義來申請 這個相關的這個建造 那完成就可以進出了 他們已經申請了嗎 應該是還請建築書在設計當中 那我們會 到市政府的部分 我們會來協助 所以這個 執程上差不多還多久 會可以完成 看他的 其實他蓋的應該蠻快的 就是說原來的一些 那些東西又蓋起來了 但是申請的程序的部分 可能要拜託公務局 這邊來加快速度這樣子 好 那公務局應該可以協助吧 就是盡數讓他們通過 讓他們可以 找日能夠做生意啊 可以嗎 我們會配合 可以喔 好 那謝謝 好 那個謝謝陳議員 那我跟大會報告一下 我們後面是陳怡貞議員 李宗臣議員和盧坤胡議員 等盧坤胡議員 諮詢完的話 我們再休息 那陳議員請十分鐘 請問一下 藍賽圖文創園區 從去年12月12號開園到現在 大概半年的時間 你覺得這個人潮怎麼樣 其實是不少 而且是以文青為主的一個對象 是 所以人潮是不少 其實是不少 那局長你平常有沒有去藍賽圖這邊走一走 也會去看一下 平日的時候 你覺得平日的時候人潮怎麼樣 平日的人潮當然跟假日相比 相對的會比較少一點 會比較少 對 那其實我最近 其實有時間也會過去看一下 那其實就有接到商家在反應 平常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少 那我想我也跟我們文化局這邊調了一下這個 入園的這些人次來參觀的人次 我們可以看到 從剛開始 剛開始12月的時候其實有2萬人次 到1月份是5萬人次 到農曆年的時候 暴增已經到了8萬人次 到3月份的時候4萬人次 到4月份的時候5萬人次 結果到了上個月 就降到2萬人次 比這個最多的時間其實少了四分之一 為什麼這個人數會這樣驟降下來 原因何在 為什麼會這麼快 看起來好像這麼快就退燒了 這5上個月的人數 跟折月比起來 那時候還不到1個月的開院 還少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去檢討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藍賽圖文創園區自己本身有一個管委會 那也都會定期的開會 那在上上禮拜 我有去跟他們委員會 大家坐下來一起討論 那當然這個原因大家評估的都 有聽到這樣的聲音吧 是是大家有在討論 在討論說到底要怎麼樣子持續那這樣子的熱力 那其實有一個部分就是 也是我們藍賽圖文創園區 大家一直共同的一個目標就是 原創力 就希望說我們所有進駐在這邊的文創業者 其實不只是說在賣他們的文創商品 很重要的那個是他們 原創的一個基地 所以說你要不斷的提出你的一些原創的東西出來之後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人來分享 那也可以透過更多的一些媒體管道 讓大家知道說 這邊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文創商品的一個產生 所以吸引大家來看非常重要 除了是一個創意的起源以外 也要讓大家來這個地方有活力跟生命力 我想它才能夠持續的發展下去 那現在很多人其實都是集中在前面 我們的3D藍賽圖那邊拍照打卡 或是在那個裝置藝術那個Blues前面 在那邊拍照打卡 但是有時候很少人走到裡面去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讓更多的人 除了在前面拍照打卡以外 他們也會走進去裡面走走逛逛看看 這個部分 局長我們有沒有去檢討 或是有什麼對策方案 除了給營運管理中心他們去處理以外 我們文化局這邊 應該要有一些更積極的作為 跟議員報告 那原則上是因為我們的入口 目前還有兩間的齊電店 那有一間應該是在六月底左右 大概就可以來開放 那另外還有一間可能會到七月左右 所以前面入口這兩間齊電店 如果完成之後 其實我相信在人潮的導入的話 應該是會有一定的效益 那另外第二部分就是管委會那一邊也特別提到 他們會針對每一季每一季 大概有一些特別的一些行銷宣傳的活動 在規劃 所以我相信也陸續的會把它引導進去 管委會其實持續都有一些活動 包括一些小型的演唱會 座談講座或者是一些課程 其實他們都有持續在做 但是文化局這邊呢 我們也是會配合 開源到現在我們有辦什麼大型的活動 像有一些過年期間的一些活動 其實都是我們跟他們一起去合作辦理的 怎麼聽說好像本來應該七月份也有一個大型的活動 結果現在也喊咖了 也讓這些商家覺得 好不容易想說有一些活動可以帶動活弱 根源報告了 其實是沒有喊咖 七月份的活動一樣會造場去規劃辦理 原本是要規劃跟前面兩間齊電店開幕的時候 一起去辦理 那因為這兩間齊電店開幕的時間點又有一些延誤 所以這些活動並沒有說取消 還是會照常辦理 只是說行銷的宣傳方式會稍微有一些不同 會有所調整 我想其實當然除了這邊的管委會 其實也很積極努力 還有這邊的商家 但其實還是覺得需要這個文化局多投注一點心力 能夠怎麼樣去廣為宣傳 我想這個地方是台南文創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也是可以讓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看見我們台南文創發展 這個軟實力在哪裡 其實這個地方很重要 怎麼讓大家願意來 然後來到台南就想要來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我們文化局應該要積極再去推廣 除了靠這個管委會他們的努力以外 我們局長這邊應該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作為 讓這些問題或者是讓這些人潮能夠持續 不要說我們藍賽圖文創園區才開園半年 感覺就有點退燒了 我想這個有點可惜 那到底這些相關的問題 比如說停車啊 停車的問題或者是營業時間 它的營業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跟議員報告了 藍賽圖文創園區 它跟一般的文創園區比較不同的是說 因為它這些創作者就是在基本 就在它的工作房裡面 那不像有一些文創園區其實 在裡面的都是店員在賣東西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是創作者就在裡面 它可以直接跟顧客去對話 但是相對的如果它在那邊 照顧客人時間太長也會影響它的創作 所以它開放的時間其實不像人家說 開放的那麼長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園區的文創者的共識 就會造成說像白天去的時候 他們好像很多都是下午一點到晚上八點 那有些民眾白天早上去 他們會留一些他們自己創作的一些時間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這個時間的調整 我們還是有調出來 基本上他們大概就是 大概下午10點或11點 早上10點11點之後 才開始營業這樣子 其實大部分的其實很多 因為他們工作坊的形式 那好像我們文化局規範上的時間 就是希望它一點到八點 這個時間一定要都要開門 但是除外的時間當然是讓他們彈性 那但是怎麼樣去解決說 有些民眾早上去就有鋪空的問題 還有停車的問題 還有就是園區 他們可能在那邊逛 說現在夏天很熱 很熱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影響他們去的醫院 我想這些種種的問題 都是希望我們文化局協助 除了他們園區的業者自己去努力以外 我們文化局也要協助他們去改善 整個周邊環境的改善 這個部分還有對於對外的宣傳的加強 我想這個部分文化局這邊 希望能夠再加油 不要讓這個園區這麼快退燒 不會這部分我會繼續跟他們一起努力 好 謝謝局長 謝謝 請坐 接下來我想6月11號那一天 就是一場大雨 雨又一直漏下來 大家又開始歡樂 果然10點多 就開始有一些淹水的災情出現 然後我們就看到說 其實到了我們文賢路這一段 這附近其實我們市政府家也做了很多水利的建設 有很多改善 不過就是文賢利家 包括這個五四六項 五七二項 五七六項 六一八項這一帶 這一次又淹水 而且都是淹到民宅進去 都淹在家裡 民眾就說淹了 又淹起來這樣是不會怎麼樣 我想民主長 那天我有馬上跟你通電話 淹水第一個時間的反應就是想要打給你 還是很直接就打給你 所以秘書長 這個部分我想那天我有跟你提到 鎮下就是文賢路路面這一排水溝還沒做好 因此他雖然周邊的一些排水車是有改善 不過因為民眾這次還沒做 所以他的水溝沒有加大加深 而且沒有做一個改向的動作 所以影響到他的排水 文賢路這一排什麼時候可以做 這個一定要做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做 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就是現在我們針對全市這次611有一些 有一些道路積水的這個狀況 我們已經有一個專案的小組 由我這邊來主持 跟公務水利還有各公所 其實文賢路這幾條巷子 其實我們是在去年就已經協商好 相關的分工 本來應該好像水利局應該要做 好像因為發爆了一些問題 結果現在到底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再把 我們會再把水利跟公務大家這樣子找來 今年一定要做 照原來的這個協商 把後面最後一里路 把他做好 對阿那今年可以動工吧 我們來努力 應該都是一些小的側溝的改善 文賢路這一排這個水溝 今年一定要做 那不過他確實是 他剛好是兩條水系的最上 就是一個是文賢抽水站的水系 一個是網運河 西河路的這個水系 剛好都在尾巴 所以都在水尾 但是他又是低窪 對他先天 再給一分鐘 對所以這個部分也要拜託局長 所以這一段 您說的最後一里路 一定要盡快完成 今年一定要做 盡快來動工來做 之前為什麼發包不出去 讓結果害 讓整個今年又有這些災情的出現 所以今年一定要做 那另外就是 公園路跟長榮路交叉口 那邊也是大雨就淹水 我們看到那邊有一個商家 他其實那天雨一下來 他的東西全部都飄出來了 因為又淹水了 那當然他們有一些周邊的問題 但是這個排水問題怎麼改善 我想這個部分也要請局長 一定要責成這些相關單位 看怎麼樣來解決 因為他還有卡到這個 那邊有陸屏專案的問題 可能還沒有到三年 可是已經快要到了 那怎麼樣在這個取得一個平衡 我想這個 這個地方在去年也有討論 那當時因為陸屏的關係 有先做一些聯絡館的改善 那看來還是效果有限 那另外這邊的店家也有一些油汙 會讓這個聯絡館側溝 這個 所以怎麼樣去 好 謝謝陳議員 他這個人成功啊 秘書長啊不要經常叫局長啊 接下來請李宗陳議員時間十分鐘 感謝主席 來請市長還有局長 這是禮拜六下大雨的狀況 這不到半個小時之內 他的水已經沒有超過半的聯絡館了 這個是在安和路四段五三三項的部分 這個問題已經困擾居民二十幾年了 到目前都還沒有辦法去改善 好 下一個 這是我們海外 抽水磚那塊大白 在抽水磚旁邊 還沒有下這麼大的雨的狀況下 就已經淹成這樣 那如果雨勢更大的話 我相信說我們整個海外群都吃水了 好 OK 來 局長 包含因為太多的地方有水 所以我沒辦法一日 全部都去錄影 那在暗中路一段的部分 相信那天記者有報 所以我們市府會比較關心 因為這不是一次兩次的問題 好 那再來就是本園街一段 在大廟邊166項的部分 也是同樣的問題 這幾個地方 只要每次下雨 不到半個小時 一直都去錄影 那剛剛我們秘書長有說 現在有做一個規劃嘛 要統整全部的水路問題 我相信說我們阿南區 有很多都是古俠區 那在水溝的部分 因為已經50年60年 都沒有重新去改善 那它都有一些狀況有一些問題 導致它一些排水的問題 沒有辦法順利去排 導致淹水的問題 那市長寧言說 台南市是適合居住 適合結婚 適合談戀愛的地方 但是現在主要 居民就沒有辦法安居樂業了 那拿來的幸福 可以請局長 你稍微報告一下 我先做一個報告 我們整個系統性的改善 都已經出來了 就是說我們的 剛才那個海味料 排水的改善 因為進步很高 還在西港 進度差不多60% 我們西港完成之後 就是說我們整個特寬 還有加管 另外就是說 我們還會做些 差不多六七萬噸的大型的 岩線 這一個字容池 所以就是說 我們到時有抽水沾 還有這個字容池 所以就是說 如果遇到這個集合 這種像這個集合 全部都要去 遇到這個集合 順時雨量過大 我們除了靠抽水沾抽 馬上可以啟動旁邊的 字容池 來消灑這些集合 所以這個部分 是系統性的改善 另外就是 我們的路面 側溝 像那個 安中路 同安路這裡 就是安中路的側溝 有逆波 不會順 有這個高度 它有一個位差 都接到湘寒 所以這部份我們已經發報了 隨便來做改善 另外就是剛才還有幾個點 因為其實安南區我們統計 還是有相當多的路段 有激淹水 不過我們這一次馬上有啟動巡查 我們還有安裝了那個淹水 液淹水地區的這個水位計 我們都安裝了 大概一個小時就退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做徹底的檢討 秘書長會邀請我們水利局跟公務局 一個一個來做一個 因為我相信這是你們的專業 因為其實中央一年 給我們那麼多的滯水的一個經費 但是我認為 我們經費越多做的工作越多 但是並沒有去改善這個淹水的問題 我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這邊它的瞬間的雨量太大 像我們在安平跟南區的這些的雨量站 測到的就是6月11號拜託上午10點到11點 它10分鐘可以下到24mm這樣的降雨量 我們的測溝 都一小時的這個標準 都整個都滿出來了 都差不多 我們設計標準差不多是 一小時30mm 它等於10分鐘都下來 所以這個它的瞬間的這個雨量是 整個氣候上是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們也會針對這個部分 再來檢討是不是相關的容量 要再做一些的調整 OK 來 市長 說明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今年我們議會議員提出來的這個質詢 其實都是馬路上的淹水 大家都很關心 對對對 但是都是馬路上的淹水 相較幾年前提出來是 民眾的屋子裡面都淹水淹得一大糊塗 其實是有改善 我說這幾個地方都入住了呢 我知道 但是就是說主要還是在馬路上 原因就是剛剛彭局長說明的 因為側溝或是雨水下水道的設計容量 不足以因應瞬間的即降雨 那這部分的市政府已經責成 這個李孟岳秘書長 因為市長 因為我們安南區本來就是漁溫 那你現在房子越蓋越多 所以也沒有地方可以儲水嘛 那我們是不是要想 就像剛剛局長說 蓄水池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增設 那你增設蓄水池 那他周邊也可以做一些相關的公園還是什麼 沒有錯 因為我們的製水是採取總和性的製水 就是你關心的製洪池 或是蘇菌 這個堤防 分紅道 對 甚至這個抽水站 還有分紅道等等 這個都是總和性的 會根據地方的特性來設計 好的 我們會就目前這一波淹水 大概還有五六十個路段 我們會持續去瞭解原因 然後去解決 那你剛剛關心的 其實工程都有在試做了 等這個工程完工之後 應該會有再進一步的改善 特別跟你說明 希望說可以迅速的看到效果 謝謝 不要一直有這些問題 其實蠻困擾的 來秘書長 也跟議員在補充 你剛剛關心的那個安和路533項 其實我們已經 針對那地方的問題 大概已經研究 大概一年多了 那現在已經設計好發包 正在發包的階段 所以因為居民一直說 市政府說要做啊 怎麼到現在 怎麼久了都不想叮噹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啊 因為那個533項是一個 在安和路是算局部低蛙的一個項道 所以他也是長年淹水 那我們一直在找相關的方案 那現在方案也確定 而且已經上網在招標 好 應該會有顯著的改善 OK 那另外 您畫面上的這個還會聊 嗯 那個本來就是 這個畫面上就是排水 我們現在把排水整個擴大 從原來的十幾個 因為他現在是整個都 一開始到旁邊起來 到路面起來 對他那個 因為還在施工 他的體定還沒有到 我知道 到計畫的體定 那最後就是 這一次 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有 爭取中央的治水預算 那中央治水預算 其實他都是在大型的這個排水 那路面的側溝 這些都是要靠市服 所以我們要統整 看怎麼把側溝的部分 可以引用到我們 比較大型的一些排水的工程 我看議員報告就說這幾年所治水的經費 中央的治水經費 是做在大型排水 那路面 並不是說因此 路面側溝淹水 代表那個大型的 中央的治水經費是沒有用 我想這個可能是 跟您報告一下 那我希望說這個問題是 市長 要比較重視的 感謝 好來 下一段影片 來 這個是在北安路 三段的部分 二段 三段的部分 在路邊 有很多人都已經把車子 停在旗樓 或是在人行道上 那相信裡面那邊有很多 都是一些廢棄 要 反正疫情要丟掉的一些車子 那在這個部分 交通局長 在這個路段 我相信說 沒有半價 停車價 所以民眾 他的觀感裡面說 環境 人行道沒有人在走 我就直接把路去上面 我只要不影響到道路 這樣子 就沒有關係 但是在那些居民 住在那裡的居民 其實也很困擾 因為有時候 他要刷車 要做什麼 因為車站在那裡 他找不到車主 像這個問題 要怎麼去處理 跟議員報告 這個條路段之前 我們有去檢討 那當地的商家 都反對畫隔位 那現在如果說有這個必要 我們可以再去現場會看 然後跟商家討論 我們是不是讓他停車更有秩序 我們是畫了隔位 有不影響他商家的出路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增設一些隔位 對 就在空地的部分還是哪邊 因為你相信你看 整個路都亂七八糟 車子都停的沒有一個規律性 所以我們最近就來檢討 對 而且有時候 車禍的問題等等的問題 都相當的麻煩 所以請局長麻煩您關心一下 好 謝謝 謝謝李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盧坤虎議員 時間十分鐘 感謝主席 李孟彥秘書長 有關於那個 這個漏雨 如果大村的中水 我在這裡跟您反映一下 我們那個舊部落 舊部落安平區的舊部落 本身就是低洼地區 如果遇到有的大雨 一定 舊水船一定會抽 我們的舊水船是三十年前 蘇南先去的 三十多年前 你指的是那個舊安平的那個 舊安平的那個 在漁港邊的那個 對對對 在八九年前 那個 那個許天才市長 把所有裡面的那個馬達 再增加 再重新再換過 那天幾天 是沒有大村 大村後 那個水 摩打 現在的那個出水量 跟過去八年前 差很多 如果 再像前幾天那個持續 多一輩 不然還是重水 所以我在這裡反映一下 我們要未以籌謀 你最基本你要先去了解一下 這個這個摩打 它的出水量 出水量跟之前八年前的出水量 已經差很多 是不是要改變 還是要修理 你先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去瞭解一下 那個跟預言說明 就是這個 這個抽水船是用沉水船 淹水的那個 那我們會在瞭解 因為這個沉水船的抽水機 如果年代久 它會漸漸的老化 馬力會比較不足 那我們會來跟 你去了解一下 看要是明年換 或是後年換 你要把 要有一個 時間表出來 就是如果確實有 老化的現象 可是 是剛才這樣 如果更多 就中水了 這樣好不好 這個我們會來看 有沒有需要再去更新 或是 你去了解一下 那個 文副市長 那狗子你在處理的 漸漸 延華八街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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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 這樣 永華八街 32巷 整個都中水 那邊大樓 那中的樓梯 那不是狗子的問題 那些以前去家 整個水溝沒有辦法 給阻塞 你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剛才去到 搖起來 我感覺 你自己去評估一下 如果需要 搖起來 再在訂做 也是需要 你去瞭解一下 我是給你歡迎一下 讓你了解一下 一張 不知道第二張啦 藏那張啦 哈囉 有在看嗎 我藏齁 跟你說 一百二年 你們市長有自己說的 不是這一張啦 上面這一張 在上面呢 喔這一張這一張 我說自由四部 一百二年一二月十二月二十 這你們報道有沒有 你跟我說 啊新聞哥在哪裡 新聞哥在這裡啦 新聞哥都在這裡啦 我現在為什麼要拿你看你 因為你 我剛剛一家的技術聽到跟你這順 我的資料就是 他們都準備好事了嘛 啊你跟我問說啊這新聞 經常有新聞哥要拿來你看 新聞哥在這裡啦 你知道嗎 這都是你自己說的 一百公 一百公二年十二月二十的新聞哥齁 台南市政府齁一定棄啦 一百公四年三月二十 這阿金啦 阿金補的啦 紅淚琴補的啦 記者是紅淚琴 你說記者是什麼人啦 中央如果沒有補助 平衡要自己做 這都自己你說的啦 這樣你還要生錢嗎 這樣有所本嗎 我跟妳說齁 我早就跟妳說 我沒有跟妳想 我實在跟你探討 那至於地方的建設 你我都有責任 我跟妳歡迎 妳看 我叫我拿資料出來給妳看 阿妳現在 妳怎麼回應 妳自己回應 我實在是 我實在很頑皮跟妳說的 妳知道嗎 妳自己不回應齁 那個 那個羅宜宏 我跟妳說明一下 因為妳上面是台南市政府 妳不是什麼熱情地 台南市政府啊 我早也跟妳說台南市政府啊 我沒有跟妳說熱情地啊 妳台南市政府是自己說的啊 因為我早以為妳說 妳說我曾經說過這種話 所以我請妳把新聞稿拿出來 我跟妳說 所以這上次台南市政府公務局說的 那不是 我跟妳說台南市政府 阿台南市政府 我也跟妳說 不然妳不可以調大廚看 我跟妳說 只說妳台南市政府說的 一直都說妳台南市政府說的 阿妳台南市政府說是代表什麼 妳有來源開過火嘛 那不就能夠說什麼話 沒有妳所謂 她也不敢說這些話 阿當然我也不說妳 我也是說妳台南市政府啊 對不對 阿妳叫我拿記者靠出來 我跟妳說 我是沒有準備好 在議事廳裡面 我跟妳說齁 市長 妳不要這樣 我一句話就因為我印象中 我沒有說過這種話 所以妳的質疑我 因為妳是妳這幾個 我現在知道 妳不是在說我 是在說台南市政府 阿妳也知道說齁 吳中榮局長 她是一個真有 她真真真政府政府的人 她說這種話的標示是她的骨心 我實在是齁 如果有到妳 我真的會話不入數 我跟妳說 這個 說齁 沒關係 阿怎麼說都沒關係 可是要實際上 要下去做 比較重要 妳像妳長齁 妳給我回應的這張 其實妳可以不用回應 阿妳說也不用回應 妳來臉面下 你叫我起來 我就要跟你回答 沒有啦 我一說妳長在報索 上面回應的 我跟妳說 我長說一句話 有說過當 就是 妳 認日本人 認誰做父 這句話 有說得比較過當 要認真說是 你似敵似友 你搞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 所以所有裡面的 大家的資料 大家跟妳說的 每一句話 都有所本 都準備到好小 才來到 技術聽話跟妳問的 功課做足了 你聽了好不好 柳議員 你今天 會去說到 你昨天講的那句話過當 我就跟你堅定 我就肯定你 我跟妳說 做人 我是因為長時間不夠 我又要講也沒辦法 但是我也要讓妳知道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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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是國的黨 我也沒有承認我不對 我說一下 坦白勒 日本人在我的心目中 是 是對立的 他把我們統治 我們台灣五十年 十二十年前 從二十年前 台市我們四十幾萬人 你不知道在大八十年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生日夜晚的 那把我們 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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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拼 把我們 撲憤 四個後 把我們拖去廟墊 去那裡 你有看到 網路的 道嗎 那可以跟我們做朋友 還可以跟我們做朋友 還 而且 老議員 你的看法我尊重 什麼看法 不看法 這是屬性啊 但是 我們參中國 參日本 參韓國 參秋冰的國家 都要做朋友 什麼做朋友 如果有人的情意 我們要用外交的手段來解決 你敢知道 你 做朋友是怎樣 相對待 我對你好 你對我好 我們今天 他們 台東 我們要管 我們台灣管七十月 我們台東 我們我們管三千萬 還換一句話 他如果有感受到 衝之鳥礁 我們的主要去到那裡 他把我們拖了 把我們拖回去 我們還要去 用錢去那裡拖回來 你們做市長 你們身為台灣省的官員 你還要替這些秘民說一句話 不然你現在說一下 是不是要牽制日本人 你說一下 什麼事要牽制 你像衝之鳥礁 把我們求台灣人 你也要說一下 不然你做市長 我實在是 我跟你說的 盡量不要想去 你聽嗎 控制自己 你聽嗎 你像這個 這樣會不會通 再給一分鐘 你像你本來求 我們這樣會不會通 衝之鳥礁 去理想這個 我們家去到那裡 到現在 到現在 他還在幫我們合作 到你問來 到我們來 我是跟你考慮 他那個齁 我們一月前 我們 我們國家的秘民 你知道嗎 去那裡抓魚 本來就有這個管理 這也是我們國家的立場 你現在也是 又拿日本人說話 又為我們這些官員 這是我們的市長 沒有我說 我們有管理去那裡抓魚 這是我們的市長 你給他聽說 我們有管理 雖然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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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的這個秘民 你不能過 日本人如果跟你靠禮物 你是剛好而已 我說我們有管理去那裡抓魚 我現在是說 日本人給我們靠 我們的秘巡 你看 說一下 看一種人 惡一目 你給他當作朋友 你自己想看看 好了 謝謝盧昆虎議員 那我們現在 休息十分鐘 再繼續市政總質詢 謝謝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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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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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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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請楊忠誠議員時間十分鐘 謝謝台北主席 我們國學主管 我們原動人 記者、路書先生、大家午安 本市先來就叫我們公務局長 有關到我們英空中山路 這個案已經是臨場幾個年了 我所了解就是說英空中山路 目前我們的道路是十五米 十五米 不然我們市場在公所這十五米 直至二十米 甚至有十八米、二十米 我們叫的道路 是十八米的樣子 結果我們不把他徵修 這個道路可以說 都八千 都已經在讓我們做道路修容 那要說就是說 政府占八千的班儀 所以在英空中山路 這個人政案已經都送給我們教練了 那麼再來就是說 這個幾條中山路的徵修 如果說經費太豐大 也能夠分拌 來徵修處理 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要來在中山路 做一個伊幹線的以水下水道 所以既然我們有要來做到下水道的工程 所以既然我們有要來做到下水道的工程 這個路段一邊來處理的 可以生三分之二的經費 所以英空中山路 這個道路的特寬方面 這個道路 這個道路也非常繁忙 可以說交通量非常大 所以是不是拜託集長 也能夠重視一下 你起來看我當來中山路這個部分 可以來聚乎改善賣 集長你如果那個 比較給我們注意一下 他們說這個道市家 我們剛才六十七年 七十七年齁 有出過到設定的 所以他沒有列入第一期 公共設施報律的專案 不過我們的努力在八十五年 又有正處到 八十五年的時候 他就沒有專民性 他就沒有專民性 說八米一向 不包括八米都正收 那時候有一個關節 你如果現有做道路使用 當然啦 八米道路 財政困難 我是不敢去講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勵集 現在我們要經營這個經費 當然在那個地方 那個經費是很龐大 當初就是因為 他有做道路使用 就沒有列入八十五年的經費 對啊 總是八成的觀念 他已經在做道路使用了 所以我們就總會把他抵制度過 就沒有幫他辦理精修 所以八成對我們政府很佩服啦 很佩服 就是說我的地 在做路走 政府就是怎麼說 就不幫我辦理精修 所以非常佩服 我提議就是說 我們一定就是 紀念要來做的 伊幹線 以水下水道 所以是不是就一邊 來褐梁了啦 好嗎 謝謝 再來齁 那個 市長 我來就叫市長 有關到我們大灣高中 大灣高中這個體育班 他幾年就來延期齁 今年也繼續再在政處 那麼我們教育局最新回回來公文 就是跟他說大灣高中沒有體育運動的團隊 大灣高中沒有體育團隊 那麼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大灣高中跟大灣高中 不是同一個學校而已 應該是同一個學校啦 對 同一個學校 同一個學校為什麼 我們問回來跟他說 伊高中沒有體育團隊 我們國中的就有了 是怎麼國中沒有 大灣現在的很迫切的需求 就是說國中鼻合這運動選手 沒辦法留在我們大灣高中 繼續來勝客 好清楚這次 錢宗映以求第二名 這也是全國第二名選手 國中鼻合之後 你知道沒辦法 高雄市要向他優惠了 這對我們台南市來說也算是很大 這對我們台南市來說也算是很大 去年我來要求 正設國中 這個國中的體育班 我們教育財主單位跟我的答覆 就是說 這個部分正設一班了 一年要多開千萬 那麼本市的意思 就是要拜託市長 這個國家共和約 也是看在體育嘛 體育共 代表這個國家共 那麼我們台南市 要說可以對我們台南市寡目相看 我們台南市的體育 如果是相對很突出的時候 大家也說 市長你在台南市 辦了很成功 當然 某一方面都好 不過在這方面的時候 台南市的迫切需求 我要來懇求市長你 不要說在大灣高中 他現在是六班 可是我們交易局希望的是 變成五加一 可是地方的需求 是希望六加一 沒有來擋到 萬有六班高中的 現在是 只要我去接到 要拜託 立正的 直升 大灣國中要直升 大灣高中 他只差了一兩分 沒辦法直升 你如果再減一班下去 哇 我看這個事情會更嚴重 市長 這一方面 你是不是可以幫地方 好 那裡感謝院議員的關心 這次我了解 我們體育班都是沒有新設 但是你這次是要求新設 這部分我請 請給局長幫你解釋一下 是不是 你請再研究一下 市長 市長 我告訴你 大灣 大灣國中 今年 新的年度是少了兩班 據我所知 就是今年 我們全台南市的國中 來減到一百七十幾班 是啊 所以 國所在都在減班 可是 你就知道 那裡 尤其我們英雄地區 是一個新興的都會區 英雄的人口 一五個 是四百上下的行動 他人口成長 是每個幾百人在成長 所以 人口的行動 一定很恐怖 所以 地圈的需求 你不能把他 動作其他的地圈 來看待 好 我 我來講這樣 市長你不知道認同嗎 所以我 希望 希望 地圈很迫切的需求 可以把 大灣很多的運動選手 留在 自己 大灣地區 你說 他可以去高雄 他可以去閃化 他可以去安定 去哪裡 我跟你說 家長有的也不需要 因為 我在這個地方有感情 我跟這個高年很熟悉 我跟這個環境 比較適應 你叫我離山北城 我沒有要 所以 我希望 我們的 教育單位 跟財主單位 不只考量到經費 還是要考量到我們地方 真正的需求 市長你請坐好 機長 麻煩一下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其實 我們也有跟 學校做一個 算是比較 上次的討論 那 學校是有提到說 的確是有幾位學生 他們想要能夠留在 大灣高中 繼續的來 就是念體育班這樣子 但是因為他的人數 其實不多 所以我們今年跟學校講的 一個彈性的做法 就是說 請他可以來提 體育基優生的 這樣的一個入學的方式 可是還是不準 還是沒有準他 沒有我們有請他提 可是學校 到目前為止 他並沒有提出來 你 你 弄這些名 弄這些名詞 只是減掉 普通班的名字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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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個體育基優生的這個部分 他是可以 再處理的 所以 我們也有跟學校講說 是不是用體育基優生的方式 來 來徵選 你自己的 選手 可以進去 有限 再給一分鐘 行來 輸救到這個高中 你像大安國少 這個留兵隊 可以說 訓練無所的國手 相對 我們地方也是 沒有那個設施 還沒有那個 班級 向他們 從地方到地上升 所以這不是低級 這是長期的問題 所以 既然 學校一直在減班 為什麼 要跟你們要求 正設一班 體育班 就要接通過 就是說 因為他所謂的減班 您剛才講的是 國中部的部分 對 但是我們國中部的 合班 跟高中部的合班 是分開來看的 就 成如您所看到 就是 大灣國中 你不要分開看 你高中跟 國中不是同一個學校嗎 為什麼你要分開 是 議員 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說 是說其實 好那個 謝謝楊議員跟局長 局長請會後 再跟楊議員做詳細的 說明跟報告 楊議員 我幫你推薦 電源不錯 送英靈 救隊不錯 附近男人 不一定要去高雄 接下來我們請 林志展議員 時間十分鐘 多謝 多謝主席 喂 多謝主席 市長 秘書長 各局所長 以及 市民媒體 一位同仁 大家好 首先我們跟 環保局局長 來 討論 一件我們那個 善化清潔隊 那個現在的使用場所 那個 覺得 以及 裡面反應 不適合 那個 他 文化中心在那邊 我們多工的文化中心在那邊 然後還有游泳池 然後還有那個 佛羽球場的籃球場 再來後面是個體育公園 是 是不是 我們現在 趁著那個 都市計畫的那個 同盤檢討 來檢討我們 上化區 有 發出那個 公園 那個公墓 是不是 那個 讓我們 清潔隊 不要在那個 地方 再 繼續在那邊 我們沒有在那個 所在的位 是 不差的 因為我們的 新潔隊 是出來在 處理 修憶 修憑 修憑 那 讓我們 新潔隊 那個 地點 可以 活化起來 因為那邊 都是 社會比較 會出一個 運動 在使用的 那 麻煩我們 局長 教我們 剛才局長 請問 來研究 看 不要以後 我們來 反映的時候 比較多 來改變 這是 以後 一定是 我們知道 反映說 那個地方 是不是來 刷造 讓這些 区民 可以計算 好的地方 可以使用 我聽 局長 我們 解釋看 你的想法 很感謝林議員 對我們 省法 区庭的 地點的 關心 事實上 林議員 我們很清楚 我們現在 省法 那些 省法区庭 其實 後面就是 夢阿波 所以 沒什麼人 要去 我們 所以 我們的 清潔隊 在那裏 這方面 也是 把那些 重心 人在外面 搭 走 這樣就對了 所以 有一個 不要讓大家 視覺 可以直接看到那個 所以 那當然 林議員 有關心 我們要不要 移開 把那邊再活化 可是 當我們移開 當然 這個 我不用考慮那麼多 就是說 後面有 有 仙人的 位置在那裡 但是 跟 林議員 報告 我要刷進前 我一定要先找到 好 找到我的 完全好的地方 我才可以來刷 啊 副庭要刷 還要一個 科路 就是說 我們也要有 車可以放的地方 所以這部分 當然 整個經濟 成果地區 我們會來參考 啊 如果找到理想的 我們就會來參不準 看那些土地 最好是不要花錢的啦 我們 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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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哪個功能 那如果聽開 整個多功能活動中心 後面就整個都看得到 應該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的地方 可以為我們的工忙 來選擇了 我們生活 有這些工忙 已經都經常了 所以說 就去找一個 對啦 經常是對 但是後面又很多 我們不是說那個 你們穿到後面 穿到後面 那是四萬公墓 那是不可以找的 我有問我前的 頂上歐西蘭歐議員 他說那是四萬公墓 那是不可以找的 那是要保留起來的 我們 沒關係 議員 因為我們在這裡說可能 這時間上會說很久 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適合的地點 可以讓我們 上化區清潔隊來遷移 我會考慮啊 沒有問題 我現在就是說 上次議員一提 我們去找了幾個 其實我們還沒有找到很理想的啦 所以我們會再努力啦 當然我也會請財政處處長 如果有適當的這種空汙 或者是 最好是老舊營區留下來的 然後跟歸有財產署提一下 撥用或者是借用 或者是租用 那我們也可以考慮 那邊去 但是那個 車輛跟什麼堆滋 要適合嘛 要不然我的清潔車是 每一個區隊大概都會有 30、40輛的清潔車跟資源回收車 這個部分不是一個小小的一個辦公室 就可以克服啦 所以我把議員這樣報告啦 當然我如果那邊刷掉 當然我如果那邊刷掉 當然相關單位在後面那些 一些視覺啦 或是那些 那些森林大的所在 可能就要處理了 不然活動中心的後面就是 隨時摸著摸著嘛 他在 都說那些 要看得到是 不會啦 不然是 我們 沒有 有 很大的 可能 他 有 有 沒有 是 我 不 所以 我 真的 有 他 比較外圍 或是有那個軍中樓樓的工廠 那種的 或是我們以前辦公室有工廠的 但是都在市區的外圍 在市區的外圍 因為我們有垃圾車嘛 所以不要在市區 這我會感謝議員這個意見 你之前就有在歡迎 我們有在找 有在找 找就適合我就會來簽署 簽署 簽署我們的財政處可以同意 或是怎樣 就當我們應該是說 為工廠 跟職勢 那些金鐘那些可以職勢的 職勢的順利 因為那個工廠都很偏偏 尤其稍微而已 他那些工廠都很偏偏 也很大地 這樣剛才可以 配合不清潔堆 順利的順利 是不是請我們民政局長 議員在說的這個部分 我們還要來做兵庫 因為其實我們一群年的時候 已經有在做 我們台南市未來四年 成長的這個價位 不過這個地方 我們跟環保教這次來討論 憲童來了解 之後做一份 做會主義的好運做一個兵庫 感謝兩位局長 現在要麻煩我們公務局長 我們研究 最近在坦縣的這個 LM區 這個陽光大道旁邊 連坦北街 我跟環保教這次來討論 有去現場 有去現場 我有印象說 在去年 他那裡 就有攤線了 我去看的時候 他在白鋸公 當時 那四天的槍槍 算離譜 所以 你們家去做的 那些槍槍 跟我說 我說 你們這道處理後 有可能 附近 如果沒有損 我們在這裡發生了 結果就是 在隔壁發生了 他這道攤線 這裡 他這道攤線 在這邊 在這裡 這道是 在他的 西南邊 所以說 我們這 副公司已經 用緊急的 搶修的 經費 在處理了 所以 是不是 我們研究說 尚勢 應該 不要再發生了 再處理 這樣 我們公務局 我們 積極 這幾天 做一道處理就好 他那邊一定有問題 他 進行 進行 在這裡 去年 在這裡 這幾天 在這裡 他有 你也 省化了 嘛 我們 像這台現場 減到 做一道醫療 不要讓他發生了 不然這真的 讓那些 佩生 給我們質疑 我們是否不合 他 林議員報告 這 早 他先 工作 跟幹部 跟主理 就派人 去 歐君 要了解 那個原因 那裡有 共同管道 有 雨水水水道 所以真的要了解 當然 林議員的 建議很好 我們做一遍 要選擇 看是不是 北京還有這個現象 現在 沒有了解 到底是 什麼原因 大家是共同管道 發生的 還是雨水水水道 還沒研發出來 我們研發出來 我們要研發出來 我們要先順著看 謝謝林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李退志議員 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賴市長 還有 李秘書長 還有所有的 市政團隊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我們今天是這個 市政總質群的延續 那當然首先 要感謝市長 還有這個公務局 數據長的支持 我們這個柳營的 這個南110縣 已經準備要動工 已經準備要動工 來整修 那這樣子 對於整個柳科 對外的道路 還有這個 整個柳營地區 向東 要上這個 國道3號的交通 都會改善很多 不過當然啦 這個 還有一條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丟完畢要接出來 那條南112 那條 要再拜託 要再拜託 那再拜託市長多關心 謝謝 柳科對外的交通 既然改善這麼多 我想要看一下 就是說 有一家公司 在我們市政府的網站上面 也幫他風光的宣傳 2011年7月14日 這個舉行動土典禮 那18號發表了這個新聞稿 這個建廠動土到現在都已經完工了 都已經完工了 可是比較妙的是 這家公司在他整個新聞稿裡面 完全沒有寫他的營業項目 也沒有寫他的營業內容 我請教一下 這個公司現在所在的地方 這個園區柳科是方局長嗎 李局長你特別主動站起來了 來請給李局長聲音好嗎 他現在動土建廠是不是完工了 跟議員報告 我是看到有柳科環保園區 是 所以他是99年申請核准 核准了 也建廠了 慢慢蓋 我記得如果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在103年底或104年初 廠房蓋好就像這樣 廠房蓋好了 有沒有得到操作許可 那他都還沒有提出來 都還沒有動 對 都還沒動 所以20 所以這個前兩年蓋好了 就放在那裡 就荒廢在那邊 沒有 他可能就是有他自己 因為他的廠區就在路邊 就是大路邊 義式路路邊 所以經過 李局長 社區都看得到 為什麼他會放在路邊 一個蓋好好的廠 沒有營運 我們很納悶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家公司 原來是從桃園來的 從2000年就發生第一次大爆炸 到了2007年 原料自爆 六百坪的廠房 廠房 半分鐘就炸不見了 整個區域你看 這種嚴重啊 這個嚴重的狀況 我看跟高雄氣泡 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 這是2007年 2007年 2000年那個比較久 最終找不到 再下一張 隔三年 2001年 2010年 12月31號 年底要過年 化學草體爆炸 炸飛200米 你看 這麼大一個草 可以飛200米耶 局長 就你環保的專業 這個爆炸威力 應該是很罕見吧 跟李議員報告 這個在工業安全上面 它當然 一定有它的一個疏失在 那這一塊是屬於工業安全 本身槽裡面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工業安全 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那當然這家公司 據我的了解 協明是台灣很大的一家化工公司 它在桃園 它在新竹都有廠 那它是處理相關的化工原料 那當然在化工公司 它本身的一個風險 本身的自主管理 那它這些發生爆炸的這些製程 跟我們柳科廠的製程 跟它在柳科廠的製程 是不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 我的了解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 因為我 它在 那它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 它是不是那邊已經被撤照了 是 它已經被撤照了 那 所以 這兩年下來 它工廠完工 在那邊放在那邊之後 它最近 有沒有什麼新的舉動 因為它相關的發... 它其實被撤照也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它還有其他的一些案子啦 發生這些事情還不足以被撤照喔 它是有這個相關的一些廢棄物也沒有妥善處理 是 那... 所以這個經濟部 因為它是再利用的工廠啦 是 經濟部就給它再利用的這個資格撤掉嘛 是 那包括這個... 還有... 經濟部還有另外一個單位 我們可以合理的去想像 是 去理解 是 一個公司如果在十年內 發生三次這樣的重大的公安意外 我們深深的懷疑它的這個管理能力嘛 是 那... 既然它把一個蓋好的廠 在我們柳營 放了兩年 其實它當年蓋的時候 因為發生這些爆炸案 是 當...在地那個理長 那個社區 就已經很煩惱了 就已經很煩惱了 最近 鄉親跟我說啊 好像有一些不一樣的行動啊 聽說它要轉租啊 把它蓋好的廠 轉租給另外一家公司來營運 有沒有這回事 我... 我了解是有... 有一個案子 申請進來要租用它的廠房 有一個公司要申請入區 對 要來租用它的廠房 對 有... 所以協明的廠 在那邊沒有... 兩年沒有用 有另外一家B公司 要來申請進來要租它的廠 是 我們再看下一張 A公司跟B公司 協明跟另外一家公司 我分不太清楚耶 這兩家公司 一家登記在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一段268項 14樓之一 另外一家登記在 同樣...同一個地址 板橋區文化路 一段268號14樓 一個14樓一個14樓之一 董事監察人通通都姓高 你覺得這是什麼公司 這個我很謝謝議員提供我這個意見 我今天才知道 你今天才知道 是 如果一家B公司 要申請入園入區 然後他跟原來的這家申請入園入區 已經建廠完成的公司 你們在審查的時候 不會去看一下嗎 沒有 跟議員報告 他還沒有進入到審查的階段 他才剛送件 才剛送件 那按照 按照我們園區 進廠園區的標準 不管你是租或者是買 你都要重新審查 這樣才符合公平原則 好 所以我們會進入審查程序 到時候這些資料 我就跟局長報告啦 跟局長說明 一家叫移民 一家叫協民 公司資料攤開 我分不清楚哪一家是哪一家啦 OK 我知道 一家十四樓 一家十四樓之一 董監事通通性高 好 謝謝你 提供這個資料 那這樣子的廠 如果說只是左手交右手 局長 局長我也要拜託一下 這樣的申請案 要特別慎重 當然 當然 我絕對相信 每一個廠商 每一個人民 都有他的這個權利 可是 這樣的紀錄 這樣的一個 子母公司或關係公司 本席 對還有在地的鄉親 深深的關切 我知道 你們一定要好好替人民的 生命產產安全把關 對 好 請坐 好 謝謝 謝謝 市長 其實 我們有關於這個 因為整個台南實在浮原太大 2200多平方公里 是台北的十倍 台北的十倍 所以很明顯的 我們整個台南 在當初高鐵設站的時候 沿線就是分開照顧 我們台南就是 K-Buck 就是所謂的運輸的shadow 運輸的避印 就是交給高鐵的嘉義站來服務 南邊就是交給台南站來服務 這是原來 整個當年行政院高鐵的設計 就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下一張 所以西北的地區 要對於要走嘉義的部分 我們來把它服務配套做好一點 服務配套做好一點 故宮南院從 104年12月去年年底開放參觀之後 我們每天的人次 每天的人次 請看下一張 每天大概都 每個月都有十萬人次過去 都有十萬人次過去 我們爭取了 我們爭取了黃九線 我們爭取了黃九線 能夠有發揮這個接駁的功能 可是 我們 拜託一下 最後一理路 只差一點點 這都是我們市政府可以准的 我們也請拜託交通局的團隊 協助一下 再給一分鐘 再走一下下 再走一下下 就可以到故宮南院了 就可以到故宮南院了 我們整個 整個大新娘地區 整個大新娘地區 剛剛那個 之前我們開始 在撒這個接駁專車的時候 齁 本來就有在說 就說 那翻證這個 那個老人不用錢嘛 齁 那不然就 坐車來隔壁站 7頭 抱歉 隔壁站 平常是去那 真的有人坐 鄉親坐公車 去那找人去 真的有這樣子 可是 我們再延個幾公里 故宮南院就在高鐵站旁邊嘛 這樣不僅是坐去隔壁站 吹人去 可以直接到故宮南院 去玩耍 參觀 享受一下文化的饗宴 那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這一條線的服務效率 會絕對提高很多啊 會絕對提高很多 那我們拜託市長 跟我們交通局張局長的團隊 給我們支持好嗎 我再請交通局張局長來 跟客運公司來研究 好 謝謝局長 謝謝市長 謝謝李特之議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林美院議員 質詢時間10分鐘 請坐 來感謝主席 環保局長 來我請問你一下 在門空務博裡面第48條 還有一條說如果沒有做空污污染環質的設備 而燃燒亦產生特殊有害健康的物質 可以處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區域 或者幣科新台幣20萬或者100萬以下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 有吼有吼 那我再請問你一下有沒有改善期 如果你發現這間工廠是真的這個情形違反了 他有沒有改善期 跟議員報告 那個一般來講如果他是燃燒亦生特殊 有沒有啦 會有改善期啦 不過一般來講會要求他立即改善 立即改善所以沒有改善期 立即改善一直到90天 大概這樣 下一張來 那個水利局局長 這個地方在哪裡 彎里抽水站 彎里抽水站 我相信秘書長你也很知道這個地方 這已經伴隨你很久了 民國九十一年就去的彎里抽水站 來我們下一張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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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不差什麼 這是住戶 他把棉被塞到外面 白色的棉被 點面的黑鍋 點面的黑鍋 它不是它的花色 是我們按 萬里抽水站 所揮發就是 它運作的時候 有很多的不是灰燼喔 這是污 這是油脂喔 這是油脂喔 我們本來還以為 它可能就是 那個灰燼糧 結果你看 嚴重喔 多麼嚴重 這是油脂耶 你裡面用了什麼油 你萬里抽水站 用了什麼油 民眾 每天 每天只要 我們萬里抽水站 吳亦婷喔 本市曾經協商喔 如果你今天要運作之前 是不是要廣播 給大家 會補充的東西 這個你們也是 沒有辦法這麼做 你們天天在這邊 運作的話 不僅裡面 沒有辦法 裡面有東西 整理 民眾都不敢 乾脆不要關門了 不要開餐了 但是他們都是要出來吧 那個空氣 存在在空氣上面 我們的住戶怎麼辦 我們的健康怎麼辦 好我們下一張 看到了沒 這就是我們裡面 我們的汽水的汙染 我們有一個汽水池 大家都要排放 裡面的汽水池 要不要汙染 你先排放到外海去 造成汙染 來下一張 市府 如何對待我們自己 環保局 你曾經跟他起地過了嗎 日本為了這件事 我們一再的歡迎 不是大家第一次歡迎 今天正式的議事庭來歡迎 把你檢舉 已經很久了 如果本身任務 這間是一個蘇林公司 我只開閣 都開到找不到 甚至沒有在那邊 已經關起來了 關門了 這個工具 絕對關門了 可以存在十五年 你完全默示他 幾乎是寬以待己 言以待人 就是我們想這次 我們的 退休準備金 這時候我們中央的政策 就至今年 都要開始三月份正式 提播完成 這是去年就一直在宣導 前兩天 報紙今天報告我們 有很多急促 沒有提播 三月份就上路的 七月份要開發 我們自己沒有準備好 我看你七月份要開發 我看你七月份要開發 你要去開發吧 像你這種 市府民在自己萬年秋之山 這麼嚴重的對待人 我們的祝福 你要怎麼去 要求自己 要求民眾最好 來我們下一張 在地的居民 每一年 二十四歲是住在那裡 可以不要開湯 但是總是要呼吸吧 要窗戶吧 市長你給我看看 秘書長 你去選擇秘書長 你做水利局局長 我告訴你我哪次 來 你們默示他 他們說什麼 因為年限未到 所以那個莫達 沒辦法更新 那個馬達 根本沒有辦法去使用了 不堪使用的 馬達 你不要給我解釋 秘書長你這個 來 不然你站著好了 下一張 我們在邊 舉許啦 秘書長 你不用解釋了 主席證明一切 所以秘書長 幫我們主持一個功德 好不好 林議員 我們會獻子來改善 好 OK 你們說一下 端午嘉節 四年年修 第一日 下一張 文西就接著一個電話 早上有一個民眾 他們家晚生了 接著打完會生局 他們說好 要做行政相驗 到了兩個多小時 沒到 沒去喔 應該卡電給我 我打給副局長 副局長說他馬上處理 到了十二點 家屬再打電給我 說沒有人去 我打給副局長 副局長說好 我們會盡快派人 可能中午在休息 所以沒有辦法去 我們會盡快 一點半上班 就趕快去 到了兩點多的時候 去年 去年 值班的主任 醫師 卡電話 跟民眾搶聲 說什麼 你叫什麼來 說都一樣 我不去 我不去 他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 這個晚生者 他是八十幾位連長 臥病多年喔 臥病十幾年喔 就是因為半個多月前 因為 稍微的跌倒 民眾的電話很詳細的 跟那個主任說 他說我最會最小 主任醫師 他到現場陷害就不去 他就跟他說 那個不行 我不去 因為他是非自然的病死 他就歪去喔 他到現場就歪去喔 他陷害就不去就對了 我再一載的就 你剛才好 這個時候 這是基督教的喔 這是基督教的喔 我們第三點半 牧師跟所有的我們會議 要去做路練事 臨時通知牧師說暫停 我們又再打電話給 你必須你老實在我的電話 對嗎 衛生局局長 連接到我電話 你有馬上 就是趕快 做個臨時請副局長 調別的醫師來到現場 有 你的副局長在 兩點多的 三點多的時候 打電給我 他告訴我 有 他會去請別的醫師 做 就到現場去做相驗 保證四點會拿到 四點的時候 有拿到了 有拿到 因為別的醫師做行政相驗 拿到了事實 就證明說 這個真是 真的是自然的死亡嗎 我們要質疑的是說 今天行政相驗的目的何在 你今天身為一個醫生 你本來的職責 你做 人家什麼都會說一樣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你的職責在哪裡 你的職責在哪裡 所以中方處 中方處 把這個案子交給你 這樣面對 對待我們的市民 在人家的傷口上面撒鹽 已經很悲痛了 已經很悲痛了 他在那邊等一直等一直等 電話他在那呼嚨 你身為一個公務人員 你身為一個衛生所的主任 行政相驗不是你的工作嗎 行政相驗不是你的工作嗎 你的值班 我不用你簡單回答 如果我們所長有講的後面那個說 他死都不去誰講都沒有用的話 那我跟你道歉 他如果有講這句話 因為就誠如預言講的 行政相驗本來就是衛生局應該的事情 那是指自然死亡的部分 那非自然死亡的部分 就是所謂司法相驗要從派出所去做 那同仁的這一塊 我想我有請他提出相關的報告 那後來我們這些家屬有提供 成大醫院長期有去居家 於疗跟護健的一些證明 因為這個臨長本來是隔天要去就診 因為成大醫院 他在端午節隔天還是有看門診 他本來去就診 所以 再給一分鐘 議長來 在整個事件裡面 我們非常不能諒解一件事情 就是你今天 你這個醫生 能到現場去看 他是不是自然死亡 還是非自然死亡 你第一時間你不去就不去 你都不去 所以說我有要求他要提出報告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家屬講到他有跌倒的事情 那他也當時也拿不到 城大醫院的相關診斷書 所以我們護局長才會 後來你去取得一些相關的資料以後 你那邊第一個醫生 根本連去都不去的 是我知道 因為他是先電話聯絡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依照標準作為程序 其實是希望差不多八個小時 過往以後 他本來就是有規定 你那邊必須要做行政相驗的嘛 所以基調一樣 直接給你陳情 你必須要重視這個問題 基調 林議員 你還有聯絡地檢署 這個其實 當然我們未來 會把工作的劃分 我會請衛生局局長再釐清 因為他這個 這個事情 因為衛生所的主任 或衛生所的醫師 是不見得有辦法 對每一個死亡者 依照他有限的這個 的這個權限去開死亡證明 有時候他沒有把握的時候 一定要請地檢署檢察官一起陪同 好 謝謝林議員 我們時間有一點的 不好意思 那等一下 衛生局再跟你詳細說明 接下來我們請林彥祝議員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來 市長請 市長 我想請教一下 在你帶領大台南市各局處 當各局處呢 你推動的政策 他們做得不好 或者是不夠好 那我們所有的議員 在議事堂提出了數據 然後來請你們改善 或者是改進 那是不是各局處 必須要去做改進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啦 如果說議會議員 有客觀的數據 指出我們局處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當然要改進了 但是最近以來 我看到的你的各局處 有某些局處 對我們議員所提出來的 都是緩駁 都是那種傲慢的態度 讓我看得非常心痛 這絕對不會對你市長所加分 這是我對你的做一個提醒 那來市長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哪裡 市長你知道嗎 市長在你的政策治水 是在你的排第一 但是在這一次 對在這馬路上面 好 那在你的政策 治水你是非常重視的 那在雖然你在這個治水非常重視 但是我們明顯看到 我們台南市經不起考驗 在11跟12你在日本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下了好大雨 但是在這個好大雨 你剛剛是不是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從來是不淹水的 你看不出這個地方是哪裡嗎 有兩個地方我要講 是市長 媒體沒報導的 因為媒體 報導的就是 好三老爺公司 脹水了 然後我們用大陸的 那個什麼 昆大陸 那邊淹水了 阿南區淹水了 但是這個地方是哪裡 這個是地方 這個地方是台南地方法院 應該 你看 車子停在那裡 沿半個輪胎 我們明顯看那個水 不是雨水耶 它是下雨之後 而擠進來的水 那都已經含汙泥了 我習慣相關單位 事後要去針對這個問題做處理 但是市長 你又來看到 來再下一張 市長 你告訴我這個是哪裡 這個是什麼 這個請議員指教 好 那我再讓你看清楚一點 再下一張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殯儀館 好 來 來秀下一張 市長 王者最後一禮路 人魂共憤 你知道嗎 這兩天我在殯葬所 看到的 就是這個樣子 你有看到嗎 好 當我看到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去查 在我們 在我們 殯葬所 明顯就有邊黃紅的 治水 金會 為什麼是做成這樣子的 你看喔 整個 屋頂 它上面 我要 我要指給你看 就是在這個地方 市長你看這個地方 這是整個水從屋頂下來的 下來到 好 這是車子的遮雨棚 你看到嗎 這摩托車 哪有可能 這整個都淹水啊 那你知道嗎 那一天我看了 家屬 不只流了眼淚 他的家人過往 你有看到那個是臨車嗎 然後秀上一張 你看家屬 捧著 神主牌 必須 再上一個 你看 他們是要從這樣的過去的 要撩水過去的 市長 我們回到 剛剛那一張 我們所看到的 家屬 來跟我們講什麼 不死這一家喔 市長 你知道那一天的棺木 是淋雨出去的 棺木淋雨 那你知道有多少我們的議員 那一天都打赤腳的 那兩天都是打赤腳的 包括我 可是 我不懂得為什麼 民進黨的議員 不做建議 那當我看到這樣子 我還安慰家屬 他們多怕 他的神主牌去淋到雨 當然你有看到他們把他撐傘 但是棺木已經淋到雨了 在你的治水 好 在我們某個角落 這是我們工 部門的地方耶 那你秀我們的殯葬基金一下 當我看到市長 我們 我們的殯葬基金 剛合併的時候 在 101年 那時候合併 我假如記得沒有錯 是50幾億 那目前我昨天問過了 我們有100 那個什麼 有100多億 120幾億吧 目前 那你看 明顯的在我們 冰葬基金 你注意看 市長 我們的 銀魚 我們連賺的銀魚 現在都有2億多 到目前 你成立的殯葬基金 4年來 總共有4億多 6億多 已經賺了6億多 難道這樣的一個治水 市長 我們真的沒辦法做嗎 在那裡讓 王魂 走的 這麼淒涼 這麼淒慘嗎 然後讓家屬 這麼悲痛嗎 然後讓辦 喪事的人 在那裡全身 都是淋濕嗎 我們真的是不懂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您議員的要求 當然我們 要求我們提高服務品質 這個我們會來加強 第二個呢 我也馬上折成 這個民政局 去了解這個 目前這個殯葬所 或是殯儀館 他到底哪一些 防水的措施 不足的我們會來改進 我們既然是做服務 市長你聽我講 我們有收會 我們有收會的話 我們必須 要把它做好 是不是 那現在我們不是啊 我們既然收了會 然後又要 害人家要出病的時候 你想這個 王魂我現在 昨天要印這個海報 就印不出來 我們那個 所收取的費用 當然 是跟這個 殯葬的業務相關 沒有錯 但是我們既然有 收賬的費用 我們每年都在賺錢 但是議員你也要了解 因為以台南市目前的 製水的設施裡面 有一些 有些時候 如果雨下大一點 或是急降雨 我們是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錯 但是我相信 冰上所這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我才跟你講 市長 因為我們是給人家 收取會用的 必須要把人家做好 這不管你裡面的設施 但是呢 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在105年 總共呢 編了 有1200多萬的金會 可是我們不知道 來 這裡面當然啦 你寫的是 南區柳營區 的殯葬所的黃紅工程 但是我不知道 有沒有做這裡 那個林議員 我不知道有沒有做這裡 我說你今天 質詢這個問題 有兩個啦 一個就是說 遮雨的部分 我們做得不足的 民政局應該要馬上改善 這不是遮雨 這是明顯的 排水溝沒有排出去 對那這個我就要跟你講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排水的問題 我們6月11號10點半 10分鐘下了24毫米 沒有錯沒有錯來 市長你要跟我講這個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 我希望你是把整個事情了解之後 你看啊 這個是從上面 明顯的沒有做排水 系統的管線 他才從上面直接 露到這個遮雨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你回答 我會請民政局去了解 去改善 那你跟我講這樣子就好了 但是你如果戶外的積水 那個是因為 10分鐘下了24毫米 但是我有講喔 超過了水溝的容量 沒有錯好 但是呢 20分鐘下了 這麼多的積水 10分鐘下了24毫米 但是那個地方 是從來不會這樣的 我是請你去了解 為什麼它的水 積起來 是地檢署 那個地灣法院那一帶 根本就沒有 沒有在淹水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顏色 必須市長你要去了解 為什麼它是屋裡的顏色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這樣 我的時間也不夠啦 但是你們做一下 但是市長 剛剛美燕議員講的這件事情 在講說驗屍的那個問題 我必須相驗的問題 我必須要再跟你講一下 我給你一個建議 我經常接到這個服務案件 南區這個所長不止一次 包括我的部分 他不驗還要請他回永康 所以呢我認為往後 假使在醫院都剩一口氣要回來的 必須要裝上 齁養氣對不對 好那是不是請醫院在那個地方 必須就要 再給一分鐘 請醫院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必須要開死亡證明書給家屬 不要一回來的時候 斷氣了 好斷氣了之後呢 我家屬還要聯絡我們衛生所 找不到衛生所的人 假日 那又要找我們民意代表 你認為市長這樣合理嗎 是不是往後我們要求醫院 必須你剩下一口氣的回來 必須要這樣做 假如 假如他今天是在家裡過往的 當然像市長你講的一樣 有的時候我們所長沒有辦法 那個什麼 確認的 是不是警察局這邊要幫他報案到 地檢署 有地檢署 來做 陪同我們做相驗 是不是這樣的程序才是對的 這個權責 我會請衛生局林區長 再話很清楚一點 是不是請那個衛生局長回答 那局長 你回答一下 那市長請坐 請衛生局長回答 根據醫療法的相關規定 醫生如果沒有親自看到屍體的話 是不可以開死亡證書 所以我們現在醫院的督討 我們都要求說 留一口氣 因為這台灣的習俗就是想 留一口氣嘛 那留一口氣回來 變成你們要開啊 不是 他要寫 好 那個 給局長示意 就是說他一定要開 相關疾病的診斷書 我們衛生所就可以依照這個 診斷書去開死亡證明 那相對來 林美燕醫院講的個案 是因為我們後來有去協調我們的法醫 就是我們合作的法醫 要就私人民間的 他可以做死亡證書的這個醫師 他剛好人也在國外 所以我們是後來請家屬去拿到 成大醫院的一個相關的證明 那我們調我們在外地度假的一個另外一個醫師回來 那至於 你院主委員 你提到那個南區衛生所 你可能誤會 因為 這個我們是不同人在值班 因為殯葬所是在南區 所以來的醫師你們都會認為是南區衛生所 因為南區殯葬所個案太多 所以我們是有六個醫師輪流值班這一塊 是跟議員 好 那個謝謝局長 局長是不是也可以把這個行政相關的SOP 那個流程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我們也常常碰到 假日的時候 那市長簡短回答 我們議會的議員都能夠了解 就是說 如果這個病人在醫院裡面住超過24小時 然後呢 留一口氣回去 24小時內死亡 這個死亡證明書是醫院要開的 對 我說這個是醫院要開的 可是有時候啊 因為家屬第一個想到的不會去想到醫院 或是醫院有一些醫師不了解 不願意開 然後就要求名義代表叫衛生所的主任去開 這一部分我們會 我們會請衛生局跟醫院這邊講清楚 好 那 然後醫會的議員也了解 如果說有接到這個案件 要請家屬 回去醫院去開死亡證明 好 謝謝市長 那也謝謝林議員 也謝謝局長 那請局長提供 這個相關行政相驗的這個標準流程 讓大家了解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賴市長 李秘書長 各局處首長 主管的列席 感謝新聞媒體 各位先生女士小姐們的採訪 及本會同仁的出席 那我們今天上午的議程就到此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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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